十号一声惨哼 又肩裂开 向胸部蔓延 鲜血狂涌 半边身子 险些被撕断 他忍着剧痛 催动骨纹 治疗伤体 引动肚结神联的金色枝叶的 与鲜池的金气入体 修复伤口 胸部愈合了 没有断开 但是右臂与肩头坠落 未能幸免 染红池水 十号脸色雪白 咬着牙关 将那条臂膀捡起 自己接骨 引动鲜池精华使断肢重组 修复着严重的创伤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虚干被扯裂 血染鲜池 整个人遭受炼狱般的折磨 这等落在分尸版 如果是其他地方 即便是十号也吃不消 因为肉壳数十次被斩断 严重伤害了人体本源倒机 幸好是这里 有肚结神联融化进湖泊中 金色的生命物质 可以让白骨再造血肉 让将死的人心生 十号在这里炼化金蒲果 他的选择是对的 不然的话 换作在其他地方冒险 即便他血气如龙 也要遭结 会陨落 果肉更少了 现在已经不足七分之一 马上就要成功了 现在支撑他的信念 就是完全炼化金蒲果不远了 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虽然很折磨 血淋淋 生不如死 而这也许只算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了吧 十号深呼吸 调整自身状态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仙池中金色之叶 快速聚集而来 没入他的体内 修复身上的裂缝 滋养断骨 这是一个神界 因为断骨再生 肢体重塑 早先的严重创伤都在愈合 趋尽无缺 神速地恢复着 这就是杜结神联 与传说中的效果一般无二 令白骨发出生机 长出血肉 让古代的天神们为之癫狂 为他而拼命 很久后 十号睁开了眸子 开合间 竟有符号交织 如同一片星空 在眸子中孕育 新生 焕发生机 开始吧 他忍着地狱般的折磨与痛苦 再次炼化神果 光束一缕一缕地冒出 缠果在躯体上 小千世界有道文 有法阵 遮拢天机 人的神念无法探寻 故此彼此相聚不是很遥远 也难以感知 栽众有杜结神联的宝池对面 一个丽人神觉惊人 瞳孔若两颗宝石般 熠熠生辉 他竟感觉到了异常 湖泊温营 月缠曲线曼妙 洁白的躯体晶莹如象牙 没有一点瑕疵 他目光闪动 滑出一道水波 向另一个方向而来 当然 他很谨慎 并未贸然过来 因为他也只是怀疑而已 在皎洁的月灰下 他亲历绝世 青丝披散 灵某闪动神光 身体如羊枝玉石般 雪白细腻 流淌有点点光泽 他 悄然灵界 在十号手中 只有很小的一块果肉了 粘在果盒上 绽放胜烈的光芒 规则引现 神炼在肉质中交织 而那果盒有割卵大 呈碧绿色 有一种魔性 持着他令人心计 碧幽幽的光 将十号的手掌 都映衬得透明了 十号一狠心 张口轻咬 最后一块果肉 化成一股赤光 疯狂冲入其躯体 再一次开始斩他的生机 如脱缰的野马 他的手中 只剩下一枚碧幽幽的果盒 十号闷哼 身体摇动 这一次胸骨炸开 并且心脏发出一声烈响 这相当的严重 一大要害遭重击 不 他的心脏被撕开 一条秩序神链 将那里贯穿 令他躯体前后透亮 并以此为中心 向着周围蔓延 一瞬间而已 他的胸部出现很多裂痕 如同平坦的地壳裂开 岩浆涌出 出现一道道沟壑 填充满赤圣的光 这若是要彻底炸开 十号等于半回 好痛 十号咧嘴 清秀的面孔扭曲了 摔倒在池水中 翻腾 挣扎 他的伤势太重了 圣光跳动 他的胸部瓦解 化成了一片光焰 要烧成灰烬 那里有银白的古露出 危险到了极点 轮回 十号一声低吼 体内神隙密布 骨纹灿烈 如同凤凰浴火 披上一层神圣光辉 守护己身 加持在胸口 他以自身造异最深的宝树 对抗金蒲果的侵蚀 化解肉身崩溃之危机 那规则闯进来了 十号胸部裂开 愈合 骨头断裂 而后又对接 轮回反复 陷入胶着状态 这是最危险的一次 在短暂的瞬间 十号从胸骨开始 裂痕交织 蔓延向全身各处 整体被撕裂了 轮回之力不仅可杀敌 也能影响时间 此时仿佛可以令岁月倒流 十号借此获得新生 挣扎与对抗 当然 代价是极大的 肉身精气快被蒸干了 且能全面释放 他在拿命争夺 希望跨过这道坎 对于他来说 这是人生中的一次大劫 也是一次对赌 若迈不过去 生死到消 永结不复 这么片刻间 十号的肉身 瓦解了不下十次 他以各种手段对抗 骨闻亮起 肉身断裂了在接续 很久以后 十号仰天栽倒在那里 鲜血染红水面 肉身破烂 骨头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一动也不动了 疲倦到极点 唯一庆幸的是 他熬了过来 金扑果的可怕药性被吸收了 他抵住了这次的折磨 炼狱般的旅程结束 只是 他太疲倦了 艰难将分解的四肢 躯干拼在一起后 他就没有一点力气了 难以震动一下 这一刻 他很想沉眠 不想挣扎 还好 他毗邻杜结神连 金色的枝叶从仙池中躺出 一缕又一缕地流了过来 没入十号的毛孔中 他筋疲力竭 激进油镜灯窟 现在完全是被动吸收神液 恢复体壳与金气神 我成功了 十号笑了 虽然很疲惫 眼睛都快闭上了 但是却有一种满足感 终于熬过来了 远处 水波一闪 一条如同美人鱼般的躯体 入出水面 发丝披散 粘着水路 如一颗颗珍珠般晶莹 面孔美丽到令人窒息 宁静注视前方 这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他如月下的精灵细水 空灵而出尘 不染尘世烟火器 如梦似幻 一个男人 月蝉震惊 霞光一闪 他的身上出现天蝉战衣 迅速调整到了战斗状态 每月的双数日 为女子占用先迟的时间 单数日才为男子所用 显然这个人越界了 在双数日闯进来 犯了规矩 这是想图谋不轨吗 月蝉俏脸生寒 一个男人闯入到这里 相距不远 这等于在同他共狱 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有一个男人 与他共同沐浴神夜 简直无法想象 对于圣洁仙子来说 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他心中生出波澜 不能容忍 同一时间 不曾等他做出任何举动 十号也惊绝了 忍着疲累 或得起身 看向对面的丽人 带起大片的水花 是 两者身体都发光 进行防御 这样做的结果是 古文密布水泽中 发生了激烈的大碰撞 因为他们的距离太近了 而这样的古文对积 彼此想不出手都满了 咻的一声 月蝉的眉心 飞出一条七彩虹芒 这是最强大的神势攻击 上来就要震慑住十号 让他心神迷失 十号刚经历一场大劫 如今虚弱到了极点 并为硬汉 破开湖泊 躲避向一旁 登徒子 你夜月入仙池 很无耻 月蝉轻斥 若以为这是一种择斥就错了 这些字词被加持了骤言之理 每一个字都画成一个符号 如同金属山峰似的在空中显化 压向对手 等若一片山河大印砸落下来 若是不注意 以为他只是羞脑 那肯定要吃亏了 这是一种很厉害的宝树 十号眸子闪动金光 并未迎击 不曾用法力 可以暂时免疫的能力对抗 依旧是躲避向一旁 闭气锋芒 月蝉美眸若星辰 一眼看出十号的虚弱 她脸色苍白 并且那里的池水鲜红 显然遭受了重创 失掉很多精血 状态糟糕 她是何人 补天教的圣女 罪结弟子 神爵超凡入圣 自然可感知到这一切 她确信对方精气耗尽了 可以轻易拿下 月蝉嘴角露出一缕淡笑 欲容银白而轻艳 这一刻如广寒仙子般 凌波而行 铺击向十号 要将她镇压 她确信 经过最盛密的估算后 她可以轻易情下对方 不费吹灰之力 波纹如红 漫天都是锐彩 月蝉瞬息封住了十号所有的退路 令她居于中心 不能躲开 哄 月蝉先后动用五大宝树 光辉耀眼 几种大神通同时降落 锁定十号 普照湖泊 正常情况下来说 她这一击 可以让所有初代凛然 因为实在惊人 这是一次最强的碰撞 然而 有时候事实往往与七代相悖 刹那间 月蝉愕然 她发现所有宝树都失效了 没入对方的体表时 被一股光扫开 宝树溃散 而她真身已扑击了过来 接近对方 欲想到的首盗擒来 并没有实现 她与对方不得不近身搏战了 十号吞掉金脯果 法力免疫进一步巩固 比以前强了一截 自然在初始阶段 抵住了那五大神通 原本 她身体虚弱 想要离开的 可此时 见到对方落下 静在咫尺 她果断还击 她身上有破戒符 今夜根本不用担心 走不了 碰 一瞬间 两人都擒住了 对方的一条手臂 彼此纠缠在一起 月夜捉美 十号调侃 你走不了 月蝉无暇容颜上 闪动圣洁光彩 秀发披散 俘若宁知 眸子中 神光大盛 写到了月蝉 恰好有一张她的出域图 大家想看她什么样子吗 可以加我微信去看 我的微信是 CD44444 笔名首字母 加五个四 或者直接搜索 我名字陈东 加上我后 对我发送月蝉两个字 就能得到回复 看到她什么样子了 上章失误 月蝉主身有天蝉衣 次身只有一件神灵甲咒 以修正 月蝉瞳孔若黑宝石 神盲大胜 她虽然嘴上强硬 但是心中很吃惊 因为对方并未显露神通 居然瓦解了 她的五大宝树 这未免不可思议 赵天朔 月蝉轻斥 这是一种宝树 经过骤炎加持 威势更胜 随着她阴唇发光 一团烈日般的光焰绽放 轰向十号 可惜 依旧无效 金色烈日撞在十号身上 她的机体发出一层宝灰 将所谓的照天术化解 消散虚空中 十号吞食金蒲果 法力免疫能力有所增强 相应的时间延长了一些 故此体现出这种场面 任对方法力澎湃 浑身绽放符号 都无用 两人纠缠 手臂发光 而月蝉更是在运转骨纹 欺对方血气衰败 强势镇压 碰 两人碰撞 如同金属交击 十号的确不在状态 自身血气亏损 在最擅长的领域 体数搏杀中 依旧没有立刻做工 若是平日 有人敢欺身到这么近的距离内 十号必然要占据绝对的上风 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 不行 得速战速决 不然笛笛话 我非败在媳妇手里不可 被他镇压 那样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十号凛然 风水轮流转 这次他遭受重创 血气干枯 还没有恢复过来 万一被月蝉擎住 那肯定会生不如死 是 五道寒光出现 十号的手掌风锐无比 演化真龙爪的奥义 这是从云天秘境中得到的散手 为近战的神圣绝学 大 令人吃惊的是 月蝉掌指如玉 洁白而晶莹 抵住了这一击 好 龙银阵阵 十号捏龙印 一条真龙从其掌心飞出 笼罩月蝉 进行镇压 依旧是无上体数 其实 他很想施展其他法 比如轮回神通 但是现在法力耗尽 完整的绝学很难施展 唯有这种散手最省力 月蝉 偶必经营 看似柔弱 但是却可以挥动千万君之力 能将山峰击飞 此时虽貌若折仙 但却强得可怕 一声嘹亮的凤鸣发出 在其掌心 飞出一只火红的仙皇 迎上了那条真龙 两者纠缠在一起 发出炫目的光彩 龙凤成响 看来你我真有缘 十号调侃 即便身处险境 也没有忘记 厚着脸皮占便宜 秀 仙皇翱翔 一双翅膀鲜红如火 带着滔天的光焰 俯冲了下来 并且月蝉那只仙仙玉手 也拍击而至 十号心头巨跳 因为法力免疫快失效了 必须要有所行动 突破对方封锁 他强行提了一口气 浑身符纹密布 动用极尽力量 将所剩不多的法力 加持几身 镇压向对方 秀 十号发光 他动用了变异的昆蓬法 浑身金色漩涡出现 宛若鳞片 又若金色羽毛 在旋转 化作漩涡 一般的蓬足也能施展 但很难达到这等程度 因为十号暗中 在以昆蓬法催动 这是金玄波纹宫的升华 早年 他在补天阁时 学过蓬足残法 金玄波纹宫 如今不可同日而语 他用法力免疫这种手段 化掉对方的赤红仙皇 而后用金玄波纹宫 疯狂吞噬那散开的精气与神力 壮大几身 因为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法力免疫马上就失效了 金色漩涡转动 十号发光 如同一头人形神情 君临天下 吞噬八方天地精华 壮大几身 这是以若机强的神迹 十号一瞬间强大了起来 来到月蝉进前 抬手就攻 掌指如笼掌 碰 这一次 月蝉变色 他刚才欺对方血气干枯 现在却遇上了这种情况 手臂巨痛 事实上 年轻一代中 没有几人可与十号的肉身并论 连仙殿传人 自幼接受无上道统传承 百般魔力 也只能跟十号平分秋色 月蝉肉身虽然很强 但这并非是他主修的方面 因此现在露出金融 十号得势更猛 竭尽所能 浑身金色漩涡转动 吞噬八方精气 吸引杜结神连的金色之夜 化为己用 一瞬间 他连出众手 与月蝉近身搏战 浪涛起伏 两者间古文交织 进风扑面 绚烂光辉洒落 片刻间对抗了上百招 月蝉凛然 这么近的距离 对他很不利 而十号更吃惊 月蝉果然厉害 比一般的初代要强 他那眉心中发出的光 让他忌惮无比 精神力凝聚成光束 可杀人元神 秀 十号启悦 毫不保留的施展 缩地成寸大神通 快到极致 围着月蝉攻杀 然而 月蝉也有这种宝束 还以颜色 并且眉心不断发光 如同斩仙刃一般 无坚不摧 那是最为可怕的神石刀 天赋一禀 难道说 这世是他与生俱来的神通 一直封印石海中 如今开启 十号在下届时就知道 他的石海有秘密 现在一剑 越发觉得可怕 一般人难以破解 搜的一声 十号横跃而去 来到了仙池边上 疯狂汲取杜劫 神怜的宝叶 他必须要尽快恢复过来 不然血气亏损 法力衰弱 难以倾下月缠 他有几大宝束 现在竟都无力施展 哼 月缠冷哼 发现了他的弱点 对方虽然在增强 但是依旧不能与他相比 身体还是很虚弱 这是机会 他放弃了防守 不再忌惮 全力反击 眉心出现烙印 若一尊真仙浮现 在那里起舞 盈盈灿灿 甚是归利 这一刻 他眉心发出的光 密布虚空中 封锁十号退路 灵力无品 十号震动 不仅是因为神石刀的可怕 还因为他发现 月缠眉心的烙印 像极了仙道神形 令人发毛 还好 此神形并不是 叶青仙拥有的那种 可以对抗 十号暗自思量 这世间不过两句 先到神形而已 另一句 应该不会在月缠身上 扑通一声 十号一个猛子 扎进湖底 绕着肚结神帘而游动 汲取神力 壮大机身 只要恢复过来 一切都不成问题 还有一枚果盒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十号自语 取出金蒲果那壁优优的果盒 尝试汲取一点力量 为的只是让自己早点 可以再次动用 法力免疫这种能力 当然 他不敢恋化 怕出大问题 还真有效 十号吃惊 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的确能触发 他的身体 有反应 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再来一次 十号反复尝试 露出古怪的神色 他居然成功了 不过法力免疫的能力 很微弱 也许只能支撑一瞬间 哄 这一次 他掉头而回 全力出手 撑开光幕 原始真解中的古文化府围棋 镇压月蝉 什么 月蝉心惊 宝树再次失效 对方一下子到了前进 将他束缚了 十号撑开了唯一洞天 全力出手 消耗所有法力 禁锢月蝉 将他短暂地定住了 碰 他抬手镇压 封印月蝉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产生了这种惊变 月蝉眉心发光 想要抗衡 然而十号抬手 一直点在其银白的额头 让他投入剧痛 没有能发出这一击 再者 在十号的唯一洞天中 他本来就受到了限制 无论施展什么 都很艰难 十号不断出手 在月蝉身上拍击 进行封印 因为实在不太放心 千里有缘来相会 看来我们真有福气象啊 十号笑道 月蝉机体银白 身上的神灵战衣发光 但是不起作用 还是被封住了几处要害 即将救情 尤其是 十号揽住他的小蛮腰 轻轻在他耳畔吹了一口气 近乎调戏 让他雪白的景象 生出一层小疙瘩 更加难以惊心 这是一位绝世仙子 体态轻柔 恶挪修长 十号揽着他 闻到了一个 沁人心脾的忧香 快速封印 不肯停下 当然 这避免不了肌肤之轻 两者不断触碰 敢与我公平一战吗 月蝉轻雨 尽量让自己平静 我血气干枯 都不曾被你镇压 真正大对决 你认为我会怕你吗 十号轻雨 拥着他吟吟的小蛮腰 继续封印 可以告诉我 你是谁了吧 月蝉平静开口 肌体雪白如象牙 并且隐隐发光 面旁美丽到极致 十号亚异 他为何这么平静 像是套他的话一般 难道还有手段 突然间 十号变色 大叫一声不好 他发现 金菩提的果核裂开了 当中有一粒碧绿的种子落下 没入其躯体内 疯狂冲击他的肉身 怎么会如此 十号大叫 这太突然了 他并不知道 种子更恐怖 居然与他体内的药效 生出感应 彼此要融合 地狱般的折磨 又一次开始了 而且 这次更危险 唯一庆幸的是 月蝉被封印了 十号肉身发出闭光 那种子融化了 奇异法则与神力横冲直撞 他的肉身当即就破烂了 他的眉心发光 额骨裂痕密布 而后咔嚓一声崩开 他的元神不稳 遭遇金谱种子内蕴法则的冲击 这是最可怕的是 人死如灯灭 而元神就是生灵的灯 一旦他溃散 那么一切成空 万古俱寂 变 十号大鹤 可是他无力施展几种最强宝术 筋疲力竭 法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唯有如此了 他精神力分解 成为一只又一只小鼎 道中 神剑等 这是在化灵进食的感悟 化古文 精神等 为有形之圣物 道中悠悠 万中自明 那是元神分解成的 一片又一片道中 正 剑名动人心魄 蒸蒸裂天 那是十号元神化成的 微小神剑 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 哄 大盗气流淌 镇压虚空 守护己身 那是十号的元神化成的顶 成片的排列 都从顶口垂落下盗气 同一时间 他运转原始真解 以最朴素 以及消耗最少的古文 密布肉身与精神中 全面对抗 这是生死对抗 十号随时会灯面 肉身将崩开 血染神池 终 顶 踏 剑等 无穷无尽 那是神执念的寄托 化成有形圣物 接受生死熬炼 随时会毁灭 这是一个可怕的过程 十号陷入到最危险的境地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稳住 破坏力与生机达到一个平衡 整个人都破烂了 原神暗淡 但是 他知道 这是一次机会 若是熬过去 收获不小 这是一次生死的洗礼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月蝉动了 明眸流动会光 兵机玉骨 乌发披散 清城容颜上 光彩焕发 果然是你 他倾起红唇 十号心头巨跳 啊 你怎么脱困了 在下界被你锁成 镇压了一次 我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月蝉说道 十号一探 终是要用守护神符了吗 他真不想这样耗掉 因为太细针了 然而 出乎他的预料 月蝉宁静无比 身段挺秀 立在此地 并未出手 也无杀气 媳妇 十号开口 月蝉目光灿灿 一美飘舞 月发宁静出尘 能帮忙吗 十号心思电转 这样问道 需要吗 月蝉眸子灵动 先机玉骨 曼妙躯体在发光 不识人间烟火 需要 十号身份泄露了 是龙凤城祥 还是猛龙过江呢 请各位兄弟姐妹 请将猜测结果写在月票上 投来参与 同时 今天也是周一了 求票了 感谢大家 你脸皮真厚 月蝉野鱼 银月高挂 月滑皎洁 洒落下柔和的光 如同一层淡淡的薄烟 披在晶莹透亮的湖泊上 肃淡朦胧 他立在祥和的夜月下 站在湖面上 战衣发光 一美飘舞 如同一个出世的精灵般 双目若黑宝石般 带着灵性光辉 场面安密 也很宁静与美丽 只是十号无心欣赏 他在承受着最痛苦的磨难 随时都可能会陨落 患难见真情 你我间虽然曾有误会 但终究是解开了 且同来在下界 当相互扶持才对 十号脸部红心不跳地地说道 当然 他就是脸红也看不到 因为肉身破烂不堪 他的原神分也解成一片神西 组成顶 钟 塔 剑等 演化诸多神圣之物 正是因为如此 才抵住清袭 不曾消亡 但这种平衡很脆弱 一旦被破坏 它很可能会成为一片绚烂的烟霞 就此化成飞灰 你曾那样得罪我 将我囚禁 今日不求饶 还想让我帮你 月缠嘴角微翘 似在嘲讽 又像是云淡风轻 我临死前 在石村毫不犹豫地将你放走 愿你一切都好 足以说明一切 十号就是重提 这是一个事实 在他将陨落前 曾告诫清朋固有毛球等人 若是他死去 放月缠离开 不要为难他 明月高挂 朦胧银灰洒落 月缠风姿绝世 他一阵沉默 若宁之般的雪白肌肤 闪动西光 他许久都未动 你是怎么进来的 很长时间后 他才这般问饱 吃一块黑色金属令牌 石浩倒也没有隐瞒 他觉得有戏 对方自一开始 就没有有杀意透出 闯天关 踏过天梯的人 也是你 月缠睫毛很长 红唇鲜艳 虽然清理绝俗 但不经意间 也有一种豁人心惊的风情 那一日 他并没有去现场 不曾见到十号超越古代天神 强势踏天梯成功 是 十号答道 此刻 他的神念化成千百只小钟 一起摇动 终鸣起伏 并且 那些小顶 塔 剑等也是如此 焦香灰映 因为 形势有些危急 那枚种子 蕴含着金扑国可怕的魔性力量 毁人生机 在体内乱冲 更是要磨灭他的元神 这种果实比雪魂草的药性 要强大数百倍 名义上能壮大神魂 但是人族等很难吸收掉 故此现在危害极大 此刻月缠拥有极佳的机会 只需要一指点出 十号的平衡 就会被破坏 无论是肉身 还是元神 都将崩开 十号很紧张 守护神符早已准备好 随时会激活 劲儿撑开防御光幕 月缠踏步而行 踩在月光下的湖面上 绝世独立 有一种难以说清的绝俗之美 宛若最神圣与灵动的真仙转世 可是 他一语不发 没有任何表情 难以猜测心绪 气氛非常紧张 十号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能绷紧神经 密切关注 终于 他抬起一条偶臂 银白而有符纹闪耀 准备出手了 对准了前方 十号心头俱跳 寒毛根根道立 是 一道璀璨的光飞出 落向十号 带着一股很宏大的气息 更有一种磅礴的力量 光彩照亮整片虚空 一瞬间 十号几乎就要撑开守护神符 但最终又止住了 因为 他感觉到了一股柔和 还有一种神圣 这团光并没有任何杀机 而是若干露般洒落下来 滋润进他的身体 这如一场急事雨 十号的身体 原本都快干涸了 生命精气缺失严重 早已耗尽 连自身的几种宝树 都不能动用了 他的体表在发光 伤口在律动与愈合 并且强大的生气 更是让他的根基与本源 焕发光彩 强行接续断鼓等 锐光蒸腾 阴晕迷蒙 将十号笼罩 犹若一个大箭 将它包裹在当中 进行一次神圣蜕变 下一刻 月缠的眉心发光 一枚烙印出现 那里透亮 画出一个灵动的仙形 若一个女子在起舞 散发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 神圣光辉涌出 他的眉心那里一片迷蒙 随后一片赤圣光束弥漫开来 冲向十号那里 滋养其原神 这是精神之光 祥和而高洁 没有一点杂志 若不朽的仙晶 照耀四方 罪是纯粹无比 也唯有月缠这种 天生神识超凡入圣的人 才敢如此 因为精神之光 很难驾驭 其他人不会涉险尝试救人 十号得此必住 快速稳住了局面 肉身不再损坏 而且开始结果 再速血肉 原神更是一举解脱 从最危险的境地中脱困 光雾缭绕 他一动不动 浮在仙池旁 修复伤体 炼化那枚种子 蕴含的最后规则与要力 而没有了后顾之忧 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地 汲取杜结神联 躺出的金色之夜了 从那仙池叛影来 吸进体内 一团金色的光将它淹没 裂开的躯体愈合 骨头生长 这是一个再生的过程 杜结神联体现出了它的功效 与传说一模一样 并且让十号几乎要在这里悟导 是了 原来如此 金蒲果提供秘力 可以实现法力免疫 而它的种子则提供生机 能让这种力量成长 十号悟导 借助杜结神联了悟究竟 知道了这次的所得所失 这枚神果蕴含非凡物质与规则 具有成长性 只是果肉需要种子配合 不可分割 不然的话 效果将大打折扣 早先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种子亦有用 意外遭结 祸福相依 有了这种收获 很长时间后 十号终于彻底练化了 金蒲果鱼种子 溶于血肉中 滋养己身 彻底大功告成 他认真体会 法力免疫的时间增长了一些 最为关键的是 他体会到了一股生生不息 可以成长的秘力 这才是根本 日后 随着他境界提高 这种能力也会变强 而不用担心 最后因自身太强 这种手段变成鸡肋 杀手锏 十号双目炯炯有神 发出火炬般的光焰 若是利用得当 这种手段将会发挥出奇效 也许不次于一种盖世宝树 血色平原之行 护送芸汐数十万里 最后虽然很伤感 被天人族背叛 折辱 但其实 收获也是巨大的 百川惠海 三千州大战 上届天纵七才争霸 年轻至尊对决 我在期待 他轻语 有一种自信的风采 随后 他开始静心 治疗伤体 金色的枝叶 从莲池中流出 不断被他吸收与炼化 咔嚓 那受损的骨发光 裂痕消失 骨质晶莹剔透 血白的近乎透明 骨髓鲜红 带着圣光 若火焰在燃烧 而血肉也是如此 内蕴骨纹 百般凝炼 进行重塑 坚然而富有弹性 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 他身上的所有血迹 都退去了 伤口愈合 体魄发光 没有一点瑕疵 如同琉璃神经铸成 闪动宝灰 十号的伤慢慢好了 经过金色枝叶的补充 与修复 逐渐恢复向巅峰 度过了这场 难以想象的大劫难 此时的时候 露出的是真容 并非七十二遍 所演化的面孔 他眼睛清澈 很大很亮 有一种自信的光彩 而整个人也很清秀 机体微微散发盛灰 终于好了 他长出了一口气 踏出水面 看向前方的丽人 月缠直接转身 赤道 穿上你的衣服 十号从乾坤袋中 取出一件战衣 穿在身上 脸皮厚打一尺 故此面色不改 向前走去 道 多谢 媳妇 月缠后的转身 看向他 目中神盲暴涨 竟有些破人 面带寒霜瞪着他 十号善善的 这一次多亏你出手 不知道如何感谢 说吧 只要我能做到 不需要了 月缠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并没有提什么要求 这让十号惊讶 不行 无论如何 你也要说出一些条件 然而 月缠很平静 摇了摇头 十号一正 而后略微一琢磨 他觉得月缠不简单 十分聪明 并不邪恩图报 表现得很从容与宁静 可是 依据他的性格 又怎能会不在意呢 将来他若是有难 或者有麻烦 无论如何 他肯定会出手 媳妇 你这么精明 是想为难我吧 十号说道 他觉得 对方应该请他降服主身才对 可是月缠却没有做出那样的选择 月缠嘴角微翘 知道 偏偏你想那么多 哎 头疼 十号咕弄 而后 他一脸正色 认真地看向月缠 道 我决定了 要以最大的诚意报答你 月缠露出亚色 眸子灵动 看着他 道 怎么报答 都说了 尽最大的诚意 自然要竭尽所能 故此 我决定 以身相许 十号的脸皮 能当盾牌用 一本正经地说道 月缠愕然 那屡笑意直接凝固了 他觉得还是高估了这家伙的底线 他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 他脸去笑颜 美丽的面庞上 散发圣洁光辉 令人不愿直视 更不敢亵渎 吃到 少要乱语 我说的是实话 今日没有什么可回报的 只有将我自己送给你了 十号一点也不脸红 月缠雅结出世 以冷艳而又圣洁的气息针对他 神色清冷 如同一座冰山般 神光一闪 十号将昆蓬法语缩地 成寸大神通结合 发挥到极致 直接来到了他的身边 非常自然 牵起他的一只束手 道 我们本就是老夫老妻 这是在续前缘 月缠不得不叹 这家伙的脸皮 超越了极限 他的发丝根根发光 容颜绝美 俏脸吹弹欲破 瞳孔有神而又深邃 站在月光下的湖泊中 如湿如画 然而 即便这样带着兵役 冷艳相对 这混蛋依旧不在意 死不撒手 月缠在天梯那里出现过 纠正 看来真不能熬夜 已失误 放手 月缠冰雪之姿 被握着一只手 更显冷艳 斥则十号 让他松开 若是别人 也许要迷现于其风之下 在兵机玉谷 圣洁光辉笼罩的仙子面前 很难从容 甚至自残行贿 显然 十号并不在这一列 他眼神清澈 很专注地看着月缠 道 我是认真的 媳妇 你忘记我们在下届时 拜堂成亲的过往了吗 媳妇二字 让月缠额眉跳动 眉心间烙印出现 霞光大盛 他觉得这家伙真是没智了 这么自然与熟人 让人生出一股无力感 月缠迅速抽手 因为他知道 凭借自己的气场 根本不足以压服他 不能让他惭愧 只会让他变本加厉 然而 十号牢牢地抓住 不肯松开 眼中神侠意义 跟他对视 我救了你 可不是为了让你轻薄我 月缠田径开口 并不慌乱 若一朵出水的青帘 不带烟火气 我怎么敢 这是真情流露 十号一脸的诚恳之色 就是死抓着不放 月缠在抽手 结果依旧难以撼动 整条藕臂晶莹发光 雪白透亮 但是被十号抱着小臂 难以挣脱 你我虽有误会 但今日你救了我 让我看出了你的心意 终是舍不下我 很明显 十号的脸皮 又厚了一寸 在这里自顾自说 然而 很快她就不满意了 月缠 你什么意思 我这样真情流露 你居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太伤我的心了 别肉麻 月缠不假颜色 她知道 对付这个不知羞的家伙 绝不能给她灿烂 可惜 任她古文交织 依旧无法正开十号 因为十号吞噬菩提果后 刚修成的秘力起了作用 化解符文于无形中 媳妇 你忘了昔日的情分了吗 十号认真的问道 听到这个称呼 月缠很想揍她一顿 她第一次觉得 这家伙太无赖了 有点让人头疼 有时我好像不认识你 她轻叹道 她也曾见过 十号豪情天纵的样子 大战七神 明知必死 还要去赴约 究竟怀着怎样的悲壮情怀 也曾知道她弃吞山河 身为十皇使 斩断补天 西方教 布老山等一个又一个 大教的根基 那个时候 她的确有股摄人之姿 君临天下 辟逆群雄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年轻至尊 只是 一旦让这家伙闲下来 绝对就是人神共分了 她的雄姿 只有体现在 需要力挽狂澜的 危急关头 十号摇头 道 人活一世 为什么要那么累 月缠你想多了 这些话语说的不在意 但是月缠却可理解 也能明白 她终究还是 下界那个曾经 搅闹出无边风云的人 你我的误会 就让她过去吧 月缠说道 身如神帘 迎翼而立 流动出尘的光 误会结果 自然要庆祝重逢 十号笑道 她张开手臂 直接就要来热烈拥抱 月缠额头印记在线 轻微颤动着 且很赤声 照耀出刺目的光 别啊 这是要做什么 十号赶紧收敛姿态 月缠白了她一眼 清语道 你正经的时候 比你嬉笑时有气韵 也表现得更好 那我多注意 以后英雄气盖事 十号大言不惭 而后更是用行动表示 直接揽住她的腰肢 大步向外走去 你这混蛋 月缠再也不能平静了 从高高在上的仙子 跌落到凡尘 真是有点休脑了 无论对这家伙说什么都没效果 我这不是在认真表现吗 十号说道 然后停下来 哦 我们都拜堂了 你难道还要嫁给别人 好了 我们谈些正事吧 月缠说道 只住脚步 十号虽然脸皮厚 但也不会死皮赖脸 纠缠不清 闻言松开手臂 跟她并肩而行 你来到上界都去过哪里 做了什么 月缠问道 十号并没有隐瞒 能说的都说了 月缠惊异 荒就是她 着实大受震动 好半上无余 想必不久后 你的身份终究是要泄露的 我想天人族不会保密太久 她轻语道 月缠也很坦白 道出了自己的情况 她在躲避主身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不是主身的对手 在必杀截 有我在 这不是什么问题 将来生情她 十号说道 语气坚定而强硬 你不可小看她 月缠摇了摇头 而后指了指眉心 道 她的神识 一旦全面涅槃与复苏 很难匹敌 十号想问究竟 月缠只言 这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两人谈了很久 了解了彼此 在上界的经历 你我都在躲避强敌 无法以真身出现 且都来自下界 你不觉得 我们很有缘吗 十号笑道 月缠也有些触动 的确有同病相连之感 你能不能正经一些 因武器多一些 比你这样好多了 月缠说道 好 一定 十号道 接着又补充 问道 我们的确成过亲 真当没发生过 月缠首辅额头 真的败给她了 机体银白 流动符文与保光 压制脑溢 你如果在百川会海 三千周天才大战中胜出 我承认 我们曾拜堂成亲 最后 月缠这样说道 就这么简单 十号问道 你能不吹牛吗 月缠实在受不了她 直接驳斥 我是谁 未来注定要崛起 灭天国 平民土 除仙殿 杀进广袤无人区 了无一起根源与秘密的至高存在 能难倒我 十号得瑟 这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大 月缠一声轻叹 只向天空 而后又到 连仙古都成为了过去 是被生生葬下 对此 十号很感兴趣 向她询问 可惜月缠也只知道 一灵半掌而已 两人又聊了一些 提到了三千周大战的准备 以及各种后手 月缠很遗憾 她还没有寻到自己想要的火焰 你想要什么火焰 用你成神 点燃几身 十号问道 我可借用月之力 与月共鸣 希望能寻到与之相关的神宴 月缠道 十号摇头 道 那可惜了 不然的话 我知道火舟草原上 有一束神火 轻蔽如天 异常神秘与强大 我见到她 都只能跑路 你说什么 月缠吃惊 而后睁大了眸子 看着她 急促询问 与其平日出尘宁静的气质不相符 十号简要描述了一番 道出了那青色火团的各种形状 青月燕 月缠震惊 道出这样三个字 你确信 十号亚义 如果你描述的没有错误的话 应该就是她 轻蔽如天 其实是一轮巨大青月 挤压满了天空 月缠说道 十号愕然 仔细想一想 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她没有想到 意外一提 却是月缠最需要的东西 号称西式宝火 她很特别吗 价值很高 十号问道 月缠郑重点头 道 她与大翅天火 天堂宴等一个级别 为世间最强神艳 无以伦比 只要能得到 就能实现完美进化 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同样是火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十号咕弄 同时 她也想到了 随九条龙骨 还有青铜关 而出现的那团 更为神秘的火焰 究竟什么来历 西式宝火之所以特别 那是因为他们来历 太过非凡 异常惊人 月缠说道 十号问道 他们还有讲究与来历 是 正是因为如此 才显得西真 贵不可言 月缠神色郑重 十号来了兴趣 请她细说 因为 他们来自仙谷纪元 这一点差不多已公认 月缠道 什么 十号惊呼出声 月缠肃穆 很认真地解释 价值最惊人的宝火 疑似为真仙陨落后所留 自身燃为灰烬 只留下一团火 这不可能吧 十号真的被镇住了 月缠道 这只是推测 的确不曾被证实 只是挖掘部分仙谷遗迹时 人们决出了部分真相 十号发呆 少数西式宝火 竟有如此来历 比如那大赤天火 据文 很有可能是威震仙谷纪元的大赤天主 陨落后所留 月缠道 十号心中大震动 来头这么大 而清月燕 则传说是一个名叫 清月的女真仙所留 其地位可与大赤天主比肩 月缠进一步说道 这些话对十号触动极大 居然还有如此可怕秘性 只是 这些并不能真正确定 只是从地下 以及仙谷秘境中 所挖掘出的东西中破译的 且多为推测 大赤天主陨落 遗留下的火 并不以仙火命名 而那世间的混沌火 还有那以仙命名的火 又是怎么回事 十号问道 仙火 混沌宴 并非真仙死后所留 它们异常神秘 难以说清 月缠道 十号点了点头 最后与月缠一起离开了此地 它们相伤 过几日一起去收清月宴 能对付的了吗 十号觉得 根本就不能收服 前嫌有经验 并不是用墙 总结出了秘法 到时候我告诉你 月缠道 当离开湖泊 穿行各种法阵 走出来时 有人见到了病尖型的它们 当即惊讶 清一师妹 你去掀持的 他 那人难以置信 因为十号的发丝上 也带着水珠 有先迟的气息 让他震惊 这是 共欲吗 今天是双数日 你身为男子 竟敢闯境地 跟清一师妹在一起 有人呵斥 这是执法队的几人 见到这一幕 他们备受打击 喊什么 这是我媳妇 十号嗷唠一声 并且直接拥住月缠的小男腰 站在一起 看着众人 松烧 月缠霞飞双颊 这家伙太不讲究了 我认出了 你是在书院门口 承接生意的那混蛋 有人惊叫 什么 是那个小破扇门的人 居然跑来调戏 我天仙书院 角色榜上的丽人 不可饶恕 几人怒了 显然 他们也知道厉害 呼喊人手来帮忙 过几日我来找你 十号对月缠说道 而后手持黑色金属牌 化作一道流光 从这里消失了 天仙书院一阵大乱 尽管夜已深 依旧闹出了波澜 不少学生赶来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臭名昭著的道统 真的要回来了吗 而且 他居然敢寄予 轻衣师妹美色 群情激愤 恨不得立刻去征讨 至尊道场 这一切都跟十号无关了 空流月缠暗自磨牙 破罗的山门内 祈祷临在盘坐 道主 我想问下 你知道九条龙 与一口青铜骨关的事吗 回来后 十号满脑子都是神宴 过几日 要帮月缠去收清月宴 而他更放不下 那铜关处的神秘宝火 此话一出 祈祷灵腾的一声 站了起来 难以保持平静 祈祷灵金色袍袖 烈烈作响 神色严肃 双目中 有雨日月 星空幻灭 头顶上方 有一缕缕锐气挣腾 你知道 他郑重地问道 十号心头一跳 九条龙与一口青铜关 居然让老头子反应这么大 很显然 他知道一些隐情 也许能解密 我在天仙书院 听到人谈论 十号并没有立刻吐露实情 因为对方臭名昭著 不光彩的是太多了 怕被他坑掉 何人提及 齐道林问道 三千州大战将近 天仙书院一些奇才 在谈论各种至宝 有人说到了这东西 言称可怕至极 十号说道 并再次请教 齐道林看着他 久久未雨 道主你怎么了 请为我解惑 十号心有波澜 但脸上很平静 罢了 就是知道在哪里又如何 无人可以开启 只会葬下更多的人 齐道林悠悠一叹 像是放开了心思 不再过于严肃 究竟有何秘心 十号问道 他名三十同关 齐道林说道 十号当即一阵 对于这个名字 并不是第一次听到 在出入上界不久后 就有耳闻了 更是险些卷入 那一场风波中 仙殿传人 真骨 魔女等一干初代 都在追寻一个银发女子 导致她重伤 句文不是与 至尊殿堂有关 就是与三十同关有关 十号那个时候 粗略地听闻道 三十同关 为上界一至宝 他没有想到 所谓的九条龙 与青铜骨关 就是三十同关 名字很有讲究 不知道是否真的蕴含 非凡意义 关于这东西 我了解的也不多 但却知道 它很可怕 也很神秘 起源仙谷 齐道林悠悠开口 十号对此深信 他曾掀开棺盖的一角 曾见到可怕的一幕大战 喊杀震天 疑似真仙将士 参与当中 我的师门 每代只有一人 虽然我不曾真正败入 齐道林说到这里很伤感 也有些惆怅 十号没有打断他 尽管已经大致猜测到 诗和道统 但并未揭开 九条龙与那口青铜棺 与我那师门有一点关系 齐道林提到了那个传承 言称那一道统的无上老人 曾追寻此官很多年 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位至高的老人 荒废了很多事 没有留下一名成长起来的 强大传人 算是传到失败 那位老者可曾探出什么 十号问道 由他证实 那铜棺不可打开 不然强制绝颠 也有陨落的可能 齐道林神色凝重 还有一点遗憾 当年 那位老人追寻漫长岁月 终于寻到 掀开古关时 发生了一些异常的事 导致他到鸡兽窗 随后 他就迎来了大敌追击 先殿自太古 就沉眠的无上强者复苏 联合其他几人 对他展开大围剿 最后 他终是陨落了 不然以他公参造化的实力 也许到这一世 还有一些寿源 不至于化为尘土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当年没有急着扶起 一个强大的传人 所有意外 皆因九条龙 与青铜官而起 整片仙古都被葬下了 齐道林说到这里 仰望天空 目光深邃 像是要望穿天穷 想看到什么 清语道 只有九条龙 拉着一口铜官驶出 其他都葬在了身后 他近乎梦意 说着一些往事 他的师门 那个至高无上的老人 为了揭开古代大秘 探寻仙古真相 半生都在追索 可惜隐和而终 故此 这也成了齐道林的心结 十号漠然 这个老头子恶名远播 但通过接触 他觉得 应该不至于坑他 但是他 还是没有讲出真相 因为他很担心 万一齐道林 因为有心结 而不计后果 去硬汉三十同关 那后果不堪设想 十号决定 过几日再讲 等老头子平静下来 避免他出现什么意外 道主 你有什么办法 降服西式神焰吗 十号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因为这对他很重要 迫切需要了解 哦 你发现了宝火 想点燃几身成神 齐道林来了兴趣 三千周天才大战临近 我这不是在早做准备吗 十号道 他很头疼 见到的两种火 都让他没辙 虽然月蝉曾说 他有一些办法 到时候告诉他 但还是觉得不太稳妥 嗯 身为我至尊道场的传人 这次你 如果不能在三千周大战中崛起 我直接清理门户 齐道林密封着眼睛说道 凭啥 十号教区 这简直比邪教还可怕 动辄就要被人道毁灭 不是因为大错 只是因为那些变态的要求难达到 你若是第十名以后 就不要回来了 自行了断吧 齐道林说道 咦 你不是要我第一 十号愕然 这老家伙 不是一向高标准吗 这次怎么好说话了 上界三千周 英才无尽 天骄无数 连初代都要成批的出现 想尽前十谈何容易 尤其是这一次 齐道林轻轻一探 很显然 他知道一些事 了解到了不少隐情 连仙殿那货 都号称压的年轻一代 喘不过气来 傲视同龄人 我注定要镇压他 难道还不能前几名 甚至独占凹头 十号从不欠缺自信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 他很喜欢吹牛 我都说了 想成为我至尊道场的人 必然要拜仙殿传承者 他的确很强 但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齐道林道 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 他这么强大 同代中数一数二 也进不了前十吧 十号惊讶 数一数二 谁疯的 狗屁 齐道林瞪眼 根本就不承认 十号心中一惊 这次的天才大对决中 难道仙殿传人 还不是低等的人物吗 须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谁敢自称第一 当年不少奇才都曾这样自封 结果没用多久 就有人站出来 将其击败 古来谁敢妄称无敌 齐道林触动极大 我 十号大言不惭地说道 齐道林直接被气乐了 不怒返笑 道 好 小子 你如果进不了前十 看我如何收拾你 十号姑娘 我说道主 你也太长他人志气 你也自己威风了 什么叫至尊道场 自然要天下第一 有这种气魄才行 你不是也曾这样说过吗 为何提到三千州大战 直接就尾掉了 我给你立下的目标 是将来称遵 你需要积淀 期待来日 而非争这一时 这次与众不同 不想你去 送死 齐道林郑重告诫 臭名昭著 一向对十号严格要求 要他走到最巅峰的齐道林 此时竟是这样的低姿态 让十号吃惊 很明显 对方是好意 担心他遭劫 故此才郑重解释与细说 是因为雪藏的年轻生灵吗 十号问道 他曾听闻 当时有古老道童 雪藏着绝世天骄 可称雄童带中 无有抗手 也对 也不对 齐道林摇头 为他道出隐情 若只是当时隐藏的年轻 而无匹的生灵也就罢了 还好说 仙殿传人足以位列第一等 进前十 根本不成问题 可怕的是 还另有秘文 三千周天才大战 每隔数千年上万年 就会举办一次 自古至今 从来就没有断过 只因他蕴含了太多的造化 谁若得到某种东西 当可不朽 奥立万古绝颠赏 齐道林探道 十号静静聆听 不曾插话 你以为我说的雪藏 是指当时那几个奇异生灵吗 我是另有所指 还有他人 齐道林 眸子发光 犀利若闪电 十号不解 这有什么不同吗 我说的雪藏 是指古代风于冰山 葬在雪库中的人 极大冰雪禁地下 压着一些 你难以想象的年轻至尊 足以傲视古今未来 什么 十号终于忍不住 发出惊呼声 只为了超脱 为了那仙古纪元 留下的大造化 有人一直在等 一直折服 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出现 进行破局 齐道林轻宇 连他都很无奈 十号足够惊艳 但若是 与那古代积殿下的 无敌年轻至尊相比 也许就有些不足了 然而 十号撇嘴 风采自信 道 我当什么人 原来是一群这样的家伙 到时候 我一个一个打过去 男的镇压 女的捉来暖床 扑 齐道林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 这牛吹得也太过了 要有个度才行啊 你懂什么 他斥责道 十号撇嘴 道 不就是一些 温室里的豆芽菜吗 而且还是挨过冰冻的 回头我炒吧炒吧 就是一盘又一盘凉菜 吹牛适可而止 自负也要有个度 齐道林教训 道 被压在那些 冰山禁地下的人 没有一个是 温室里的花朵 有些人不止一次 参加三千州大决战了 啥 这下 十号被惊住了 那些人几乎都曾参加过 这种旷石大战 而且获得了 各自那一世的第一名 曾有辉煌仪式 君临天下 辅士三千州 齐道林郑中说道 只是在各自的那一世 他们并没有发现 那所谓的最大造化 无功而返 变态啊 一群史上第一 这一次 十号神色凝重了 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压迫 未来的大战 注定会很艰难 要流血蒸发 据传 当中甚至有十贯者 隐约间 有古今第一人之事 齐道林再次说道 曾有一人 先后在不同时代显化 共参加了十次 皆独占熬头 天下第一 十号文言 觉得寒毛嗖嗖的竖起 身上冰凉 这还要不要人活 有一群变态要出来 不对 十号很清楚一件事 与齐道林所说不太相符 难以令人信服 有何不妥 齐道林问道 盘坐在一块大青石上 道袍飘动 有种先锋道鼓的器语 十号道 三千州天才大决战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参赛者不得高于尊者敬 绝不能违反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时许多很强的生灵 都在压制几身 等待进入那片仙土后 再突破 有一道神门 阻挡尊者境的修饰进入 而一旦到了里面 就没有什么限制了 就是突破到天神境 爱也只能说是 你的造化 祈祷零点头 道 你说得很对 既然如此 那些变态 大多都参加过 这种大决战 并且得到了第一名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肯定要突破 近神火才行 不然怎会能 君临天下 闭逆上界 三千州 十号提出疑问 一旦成为 神火近高手 这一世 他们又如何进去 明显不符合条件 至于曾数次 参加大决战的人 那就更加显得 有些虚妙了 至于老头子 所说的实惯者 似难以成真 祈祷零轻轻一叹 道 为何我要你保住 第十名就可以了 而没有提更高的要求 那是因为 他们太可怕了 甚至 我可以允许你 出现在前二十名就可以 留住性命 以待将来 去积淀与成长 毕竟你还是太嫩啊 喂 道主 话可不乱说 你也太小觑我了 号称古今 第一强者的人 就这么不堪吗 十号不满 当然也很自恋 你所说的前提条件 自然会遵从 祈祷零首先点头 认可那些条件 而后看向他 道 他们并未违规 你可知为何 别告诉我 他们被埋在冰窟窿里 一个个都冻傻了 到头来 实力大退步 十号说道 同时心头一动 想明白了 祈祷零哑然 而后一叹 道 等你被镇压 性命垂危时 你就不会这么乐观 与自信了 你会发现 那些人究竟多么恐怖 他顿了一顿 道 这些人都有大气魄 参赛归来后 直接自费神火镜 跌落下来 重新再鞠固 真是 一群电态 十号就知道 没那么简单 果然如此 这些人太狠了 一个个居然敢如此 世间传言 一旦成神后 不可自费 因为极度危险 碎掉神道根基 那是致命的 一般人绝不可尝试 而这些人竟能重修 只为满足 那进入战场的条件 有些人重修了数次 你能想象 他的神道根基 多么的恐怖 再不断蜕变啊 齐道灵清探道 就是他都觉得可怕 实在惊人 十号也醋眉 这次的大战很危险 注定无比艰辛 要以血去扑洒 甚至 有人更彻底 出来后 将自己直接斩到斑穴镜 从头再来 齐道灵补充 十号文言 真正变色 这样反复斩掉根基 从头再来 真的很变态 也很可怕 可以预料那种 道果会多么的坚固与盛烈 他神色不善 道 老头子 你什么意思 故意泼我冷水吗 小子 我是在告诫你 那些人过于惊人 绝艳古惊 很难有比肩者 除非是他们同一类人 让你明白 一旦遭遇他们 保住性命就可以了 不要逞强 齐道灵叮嘱 十号思存 眉头深锁 这群人的确走到了某种决颠上 无论谁与之遭遇 都多半凶多吉少 但是 他并不气馁 想了想后 依旧自信满满 道 那是他们认为自己还有瑕疵 所以才要自费 说到底 还是做得不够好 实力的强大 并不是以斩掉神道根基 重新再住的次数来确定的 就比如我 而经各境界无瑕 极尽升华 不用自费神道根基 同样可以镇压他们 孩子 你是不是自恋过头了 齐道灵被逗乐了 请相信 我能胜出 十号说道 哼哼 好 我等待你发威 如你所说 男的镇压 女的捉回来暖床 齐道灵微笑 必须的 十号点头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要不要我提前嚷嚷一下 告诉外界 众人你的自信 齐道灵说道 这个 我不想成为公敌 十号善笑 男的镇压也就罢了 女的 说出去 到时候肯定会被围攻 齐道灵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给你举个例子 说明这些人的不凡 有个人只参加过一次大决战 以尊者经的修为 拿到第一 他告诉十号 那些人每一个都与众不同 走的路也不同 并非是一定要废掉神道 根基重修 不想那么多了 到时候 为最强姿态 迎击就好了 十号说道 坚定信念 当然 他也没忘再次吹牛一通 随后 齐道灵传他玉火术 寻火法 寄火道 各种都与西式薄火有关 总的来说 并不是去强行收取神火 因为那些神宴 有些比强大的神奇都厉害很多倍 尊者想相复太难了 尤其是一股火 烧死天神都不成问题 很容易做到 总的来说 神火尽是借火事 点燃几身神源 永世不息 助就无上道基 这一过程 并不是奴役火焰 也不是彼此融合 而只是 借其神道力量 炼化几身 洗礼神性之根源 当然 还有一种说法 所谓的点燃神火 其实就是 埋下神道种子 最好的火种 将来自然会 结出最丰硕的果实 记住 不是去降服 而是去跟它交流 得到其认可 许以条件 将来回报 齐道灵传授 十号各种手段 其中寄火道最为重要 同一种火焰 自古至今 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天 才注下神道根基 并不会跟某一人 彻底融为一体 你若是能寻到 最顶级的蛊火 接下来的 我教的你东西 将会派上大用场 齐道灵说道 随后 他所教的并不是什么树 也不是什么古文等 而只是一种祭祀语言 古老 神秘 低沉 若诵经般 这是什么 十号相当地吃惊 这是一种语言 传承于仙古纪元 是从废墟中挖掘出 被后世人破译 用于祭祀 齐道灵说道 传言 古火可以沟通 甚至可构建出契约关系 这 十号心中不能宁静 早在仙古纪元 人们就在祭祀超凡的神火 齐道灵说道 你所说的古火 是指哪些 十号问道 是指仙古时代 遗存下来的宝火 比如天堂燕 万涅火等 也就是世间最顶级的火种 齐道灵答道 指出唯有这样的古火 才能以那种祭祀与沟通 建立关系 他告诉十号 在当今的上界 能掌握这种古语的道统 都极为古老 皆为无上大教 一般人根本不知 逆而不宣 十号消化这些消息后 认真请教 询问齐道灵 这些古火 是否真的是 那真仙陨落后形成的 有这种说法 但是缺少一些证据 齐道灵点头 并且 他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认知 他认为 应是真仙陨落 所留的最后产物 故此可以被当作火种 点燃几身 注下最强的大道根基 而且 齐道灵认为 早在仙古时 人们就在这样做了 甚至比现在更彻底 依据他从那古祭祀语中 推测出的部分真意 那时的人可能 直接将真仙所遗落的火种 栽进体内 以秘法催生 成就几身 不是自己的 终究不是自己的 十号文言后 促眉说道 你发现了什么宝火 齐道灵问道 清月宴 齐道灵一阵 真正动容 因为这可是赫赫有名的 一种古火 是最强大的火种之一 太有名了 从一些开拓出的遗迹 所得到的线索来看 他应是清月女仙 陨落后所留 这位真仙在仙古时 似乎富有盛名 十号文言后确信 清月宴果然了不得 齐道灵开口 道 我原本还想为你 去寻大赤天火呢 不曾想你 发现了足以与之比鉴的清月宴 十号道 大赤天火 天仙书院跟神牙书院 交换七彩仙金时 似乎提供了这种火的线索 我就是接到消息后 想去为你取来 齐道灵点头说道 十号心有感激 但也觉得这位道主很霸道 难怪会恶名远播 两大书院所交换的线索 被他知道后 居然敢去抢 既然你有了 我就不掺和了 自己去取更有意义 齐道灵说道 十号张了张嘴 但没有说出 这是要去为月产取火种 他不希望齐道灵 与两大书院对抗 冒险夺大赤天火 大赤天火 那是一位天主陨落后 形成的妙永无穷 齐道灵应不能出手 而颇为遗憾 随后 齐道灵让十号认真去准备 给他时间 不用去背负大山 熬练肉身 古文 精神 暂时不需修八九天功 全力收骨火要紧 接连数日 十号都在闭关 巩固齐道灵 所传授的那些火术 以及漫长岁月前的祭祀语 他选择一处幽静的 认真揣摩之际 也避过了一场麻烦与喧嚣 因为这几日 很多年轻高手出现 来到至尊道场的破落山门前 五日后 十号出关 前往天仙书院 去寻月禅 要与他一起行动 收清月宴 他很期待 因为这将是第一次试水 若然成功 他便可以去青铜关那里了 收走那种更为神秘的火种 天仙书院 神山与巨城结合 瀑布垂挂山上 荧光腾腾若隆 且有古树参天 扎根崖壁上 至于城区 则建筑气派 街道宽阔 非常宏伟 咦 那人怎么很眼熟 书院中有人驻足 看着远去的那道背影 露出丝寸之色 你也觉得似曾相识 另一人惊讶 而后皱眉 最后一声惊叫 天杀的 是他 居然又来了 这块地方操乱 有些人已认出 十号就是在书院门口 承接生意的那个人 扬言可欺负低年级师弟 可吊打高年级师兄 一群人恨得牙根 都痒痒 因为皆已猜测到 他来自那破落的山门 臭名昭著的道统 一脉相传 再加上陆明 柳师兄等一群人 去至尊道场 平掉古迹时 被收拾惨了 传回来后 亦引起公愤 赶紧追 不要让他跑了 书院内的一大帮学生 醒悟 呼拉一声向下追去 想将十号截住 并包围 为民除害 可惜 他们干着急 却没有办法 前方那人速度太快了 左转右转 才十几步而已 就消失在书院深处 胆大包天 他太嚣张了 惹事后 还赶进我们书院 这是星号星号 罗的挑衅啊 兄弟姐妹们 赶紧搜查 不要让他走脱 有人建议 发动力量 一起行动 事实上 这几日间 早就有一大批人 曾经出动 前往那片 被薅草淹没的废墟 至尊道场 进行扣关 很遗憾 那里空空如也 不见该道统的传人 前方有人 发现他的踪迹 一名师兄得到禀告 迅速告知众人 一大群人 号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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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再次追了下去 这成为一种奇景 如同滚雪球般 人越来越多 向前进发 很快 有人变色 因为那家伙的目的 很明确 竟是前往女生宿舍 这是在诚心招恨吗 太可耻了 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敢闯女生去 果然是一脉相传的恶徒 有人愤懑 大声喊道 更有少部分人 脸色怪异 因为想到了数日前的那一晚 有传言称 恶徒曾与角色榜上的 青衣仙子并肩漫步 像是一起 从仙池走出的 这则消息 曾在小范围内 引起哗然 人们并不相信 只认为是那恶徒 心思不纯 动了邪念 引人误会 我错 真进去了 天杀的 这家伙居然闯进去了 女生去 那法阵怎么失效了 不能阻拦他 有人大叫 目睹十号走进 那块神圣之地 而且是大摇大摆进去的 布下的法阵 等病未发光 古文内敛 太可耻了 当我天仙书院 是什么地方了 连女生的 亲近净土都能敢闯 不可饶恕 绝不能放过 这次显然是炸窝了 群情激愤 一大帮子人涌来 向守护此地 门庭的人讨要说法 为何放他进去 他有我书院的 特别令牌 可畅通无阻 并未违规 守护此地净土的人 觉得很冤 不该被指责 众人不相信 他能合理拥有 这样的重宝 一定是以 令人不耻的手段 盗取或者强夺过来的 一时间更加一份填膺 这个地方乱了 人越来越多 执法队都被惊动了 快速赶来 要求进去清理败类 当然 女生宿舍区内 也被惊动了 很多女子出关 询问出了什么事 这个地方 小湖湛蓝 古树发光 一片又一片的金色 坐落在石崖上 松林间 说不出的清幽与雅致 十号很顺利就进来了 沿途并未遇到阻隔 他赴匪 其道林有这样一块令牌 当年是否就是 借此差点偷走院长的玄孙女 他虽然发觉 后面有点乱 但是并未在意 很快就到了月蝉 所在的灵山上 这个地方锐气一缕缕 祥和而安宁 该出发了 他暗中传音 在霞雾中月蝉出现 青丝飘舞 眼眸若星辰 兵姬雪夫 长裙随风而烈烈扬起 站在灵山上 说不出的出事与圣洁 媳妇 你又漂亮了 十号赞叹 如果是别人 面对这样一个神资玉骨的家人 一定会很小心 不愿唐突 甚至自残行贿 但十号显然不在这一连 月蝉面色平和 出尘而清雅 并没有择翅 也未多说与纠正 因为深知这家伙的秉性 那样是无用的 十五年没见 真是让人想念啊 十号来到镜前 打亮眼前的女子 你又乱说什么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五天了 自然等于十五年 十号向前走来 脸部红心不跳 张开一双手臂 笑道 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 来个热烈拥抱吧 月蝉向后退去 清雁过人 眸波流动 有轻视的风采 道 规矩点 别毛手毛脚 两人立在临山上 伴着紫气 衣媚展动 都有过人的风资与气域 当然 前提是 不要去看十号那一脸的见效 不然的话 很容易破坏这种意境 而他 对此毫不自知 两人商议 如何去收清月宴 并肩走到一起 认真讨论 而不知不觉间 十号牵上了月蝉的束手 一脸的恳切 道 我一定会助你功成 再献先古清月之风资 月蝉无奈了 若是旁人 谁敢亵渎 他浑身晶莹发光 圣洁气息弥漫 早已在不经意间 避开了他的手臂 可谁知这家伙 将昆蓬身法 与缩地成寸神通用于此道 发挥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没有揽住他的小蛮腰 但还是牵住了他的一只御手 咦 那不是轻衣师妹吗 与一个男子同行 那是谁 有一些女生 看到月蝉与十号 两人以腾空 瑞霞澎湃 决定上路 远远望去 真的如同一对真仙灵士 遇风而行 侧身很像走天梯的那个奇才 只是面孔不一样 有少女眨动大眼 浮想连篇 而与此同时 骚乱蔓延到这里 执法队带领一批神情激愤的人 进入清静雅地 搜索恶徒 什么 轻衣师妹跟人走了 坏了 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恶徒啊 怎么能跟他离去 赶紧去营救 当了解情况后 许多人大叫 乱语 那个师兄可不是恶徒 我看很像是走过天梯的那位天纵奇才 你们是不是极度羡慕恨 故意栽赃啊 有女生暴打不平 怎么可能 一群人怪叫 而后彼此相识 一些人生出妙的感觉 难道说弄错了 那个人应该是只在天梯出现一次 而后就神秘消失 被书院雪藏起来的奇才 肯定没认错 先去将轻衣师妹找回来再说 有人叫道 其实打了退堂鼓 当然 更多的人也很不愤 将气都对准了破落的山门 至尊道场 不管怎样说 这个门派确实复苏了 今日 我们再去围剿 将那人捉住 怨气需要宣泄 矛盾需要转移 一群人开始组织 决定再次征讨那片废墟 火舟 大草原 这里是流寇的净土 是犯罪者的乐园 也是冒险者的天堂 三教九流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只因这里出产各种稀有的神料 古矿众多 上届各大教都在此驻扎有人马 采掘天才地宝 运往各自的家族 在这片土地上充满了罪恶 流泻事件不断 真矿 抢神料的事实有发生 听闻 这片草原上有一处震动古今的仙矿 当中运有七彩仙晶 十号问道 月产点头 那座仙矿很诡异 更很可怕 是上界有记载郁郁出了七彩仙晶这种无上质宝材料的矿洞 但是却无人能采 据闻 自古至今 光是可以僻逆天下的大教之主 就已死去多人了 死后就很少有人敢去问津了 凤舞很需要那种质宝材料 但是天仙书院却只能从其他地方想办法 月产提醒 那我就不去打主意了 不过等我闲暇下来 倒是可以去一些大教所在的神洞走上一遭 先去收些利息 十号清语 他早已听闻 各教的天才等会被派来 在这片罪恶之地魔力 进行护矿等 可谓异常热闹 相对来说 他所踏足过的火舟草原 只是一个小角落 与火舟广袤的神徒相比 很微妙 就是这里 十号点指 路上没有什么耽搁与意外 他们到了目的地 巨大的峡谷非常寂静 深不见底 一片黑暗 如同一个史前巨兽 张开了可以吞天大嘴 横在前方 就是这里 月蝉洞容 这地下深渊太广阔了 方圆恐怕足有万里 相对来说 这片区域很荒凉 因为并没有什么出名的神况 生灵踪迹较少 倒也不用担心有人打扰 两人一同下降 进入深渊 一路俯冲 很快就到了地底 而后又经十号引路 穿过地层大裂缝 来到那片废墟中 这是 仙谷一界 月蝉洞容 这里并不是漆黑一片 因为废墟中 还有残留的符文 闪耀点点光泽 令这里朦胧 而又显得虚妙 往事成尘 多少辉煌盛事 都葬在了岁月中 月蝉自语 十号点头 不过现在不是怀骨石 三千州大战越来越近了 需要努力准备 以最强姿态参加 他与月蝉在瓦砾上行走 寻找那团火种 时间流逝 已过去半个时辰 不知不觉间 两人竟感受到了一种柔和 又淡淡朦胧光辉洒落下来 今晚月色这么柔和 说到这里 十号惊恶 猛地抬头 而月蝉也异常吃惊 仰望高空 在天穹上 有一轮青色的月亮 无比的柔美 带着如薄烟般的霞雾 月滑如水 洒落下来 说不出的圣洁 清月宴 十号叫道 因为这是地底世界 怎么可能有月亮 分明是一团蛊火 月蝉也激动了 难以保持宁静 绝美的容颜上 写满了欣喜 大眼中更有惊人的光彩 产生到 就是它 就在此时 两人感觉到了一股灼热 天空中的月光洒落下来 让他们身上的衣服 迅速燃烧 化成灰烬 灼热 柔和的月光洒落 一群化成飞灰 不过 并无恶难降临 没有其他危险的事发生 可以感知 那轮清月很祥和 没有可怕气急发出 月蝉修长的身体 如象牙般洁白而晶莹 青丝飘散 遮住半张无暇容颜 它立身在瓦砾上 仙姬玉骨 白皙透亮 闪动柔和的光泽 而对面 十号意识深不黏思旅 被蛊火烧毁衣衫 露出强健的体魄 有宝灰闪烁 黑发披散 目光灿若星河 仙谷废墟上 两人相对 相距不远 彼此可以看到一切 这个变故太突然了 当看到月蝉变色 将要尖叫时 十号首先大叫 道 不好 小心 并且 它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挡住青色的月光 到了月蝉的身前 一条手臂 扮用它的洁白的躯体 两人实在是太近了 阵阵少女的幽香 清新可闻 在月色下散开 弥漫 这是一种令人迷醉的芬芳 这非常突兀 圣洁与宁静如月蝉 也难以保持平和的心绪了 此时她花容失色 发出一声轻呼 快速后退 不用担心 十号一脸正色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跟到月蝉的身边 道 我来对抗她 你躲在我旁边 松烧 月蝉迎白的翘脸上 腾起红霞 这家伙太混账了 分明是在占她便宜 却还如此义正言辞 她的脸皮实在太厚了 说得一本正经 可结果却以一条手臂 快速揽住她的柔软的腰肢 非常自然 这让月蝉的身体 当即就是一僵 因为两人都衣衫被毁 她身体如羊之玉石般光洁 这样被人触碰 实在难受 刷的一声 月蝉如一个精灵般 留下一道美丽的背影 曲线起伏的修长躯体 迅速避开 快到极致 躲了出去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你受伤 令月蝉无言的是 十号大意凛然 如影随影 竟将昆蓬法语 缩地成寸大神通 发挥到了极致 贴着她而来 依旧站在一起 离我远一点 月蝉白皙的脸颊 生出红韵 带着羞脑 低声斥责 这实在太尴尬了 刚来到此地 就遇上这种情况 最为可恨的是 这家伙脸皮厚的不像话 看起来一脸颜色 但是却与她并尖行 揽着她光洁的腰肢 令她微颤 美眸怒争 我绝不能让你犯险 有我在 你不会受到一丝伤害 十号面不改色 大声说道 而且紧了紧那条手臂 拥着她的小蛮腰 两人几乎贴到了一起 你这混蛋 脸厚心黑的家伙 快放手 月蝉轻斥 腰枝上起了一层小疙瘩 且脸颊发烫 这这个处境 实在太让人尴尬了 倍感休闹 我不会放的 在危险面前 我必须要坚持 一定要站在你的身前 为你挡灾祸 十号话语铿锵地说道 谁有你保护 月蝉感觉自己的脸 肯定红透了 因为有灼热感 两人寸缕不沾 风光疑泥 实在过于亲密 她能感觉到 那只手臂 还着她的腰肢的热度 还能感觉到 那只手的不老实 俯过洁白的腰腹 居然还捏了捏 羞的一声 月蝉若离线的圣剑 令虚空都扭曲了 横移数百丈距离 想借此摆脱那条手臂 远离十号 然而 让她深感吃惊的是 十号的速度 居然超越以往 快到不可思议 依旧与之相伴 近在咫尺 月蝉美目大睁 那条手臂 还在 依旧揽着她的腰肢 不曾被甩开 若是鲲鹏有之 估计也会恶而长叹 最后无言 她的法 居然在这个时候 被一个外人演化到极静 快到难以想象 你学神通 是为了此事显摆吗 月蝉修愤 斥则道 是为了保护你 十号大声道 一脸的正气 去死 月蝉抓狂 再也受不了 浑身霞光绽放 各种符文密布 同时身上发光 金属颤音响起 出现一层神灵甲咒 她觉得自己是被弃昏了 应该早些穿上这种神圣铠甲 然而 就在此时 天上那轮青月发光 更为胜烈了一些 有莫名气息散出 十号抬头 这次是 真正地认真了起来 眉头微醋 盯着那轮青色的月亮 体雾为何会如此 变得危险了 是 突然 一道月华飞来 如一道青色的匹链 不是多么的灿烈 但是却聚集成了光束 很不一般 嗯 十号一惊 这道光是冲着月长而去 她严肃了起来 收起了玩笑之心 快速取出一件神灵法器 去阻挡 是 令人心惊的是发生 第二道光束出现 俯冲下来 一人一道 攻击他们 当 一瞬间而已 十号手中的法器折断 化成金属星号星号 要知道 这是在火舟草原上的流寇那里 缴获的武器 神鞭 是神级宝物 可是 她却不堪一击 快速被融化 坠落在地 化作废料 古文等全磨灭了 与此同时 月产也惊呼 身上的法衣扭曲 变形 若非她反应迅疾 整个人都要跟着融化 她震落甲咒 与之分离 一套强大的神灵铠甲 就这么毁掉了 成为沸铜烂铁 洒落一地 这一次 十号是真心的 而非捉弄 神色严肃地挡在月产的身前 背对着她 独自面对那轮清月 然而 两道光束消失后 清月恢复柔和 又没有了危险契机 令人不解 这是怎么回事 十号自语 月产也惊疑不定 如今她身体无瑕 再次思缕不挂 雪白而晶莹 让她觉得非常难堪 难道这轮清月在成全我们 十号回头看向月产 你乱说什么 月产给了她一个白眼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清月高挂 柔和而朦胧 的确再也没有意外 两人近在咫尺 又有些暧昧语疑了 十号抬头 仔细感应 而后口诵仙谷的祭祀语 一刹那间 她震惊 居然感应到了一股波动 一种情绪 几乎可以沟通 这仙谷语言 果然超凡 随后 十号感知到了一些情况 烧掉我们的衣服 她是在警告 不得再次乱来 身穿神灵甲咒 手持神级兵器 对她来说 这是挑衅 故此毁掉 这是十号一番琢磨后 从那种情绪中 体悟出的信息 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与月蝉相伤 竟是这种情况 月蝉了然了 她快速取出 一件普通的长裙 穿在身上 十号很是遗憾 小声咕弄 并且用眼睛 还有脸上的表情 表达了出来 你 什么意思 快穿上你的衣服 月蝉瞪她 当两人再次面对时 终于都已穿戴整齐 十号没有再刺激 补天教的仙子 开始认真与她讨论 如何收取清月宴 你刚才的古语很有效 月蝉道 她也懂得一些 传承自补天教 毕竟那是上界最古老 与强大的道统之一 自有秘法 在路上时 两人就已交流过 现在更是开始 认真交换寄火之道 以及那种古迹似语 并不藏私 因为 他们发现 特别是那种仙古语言 两人所掌握的不太一样 可以互补 能更加地完善起来 祈道主虽然名声大坏 但是真的很有手段 他偷师百家 所得到的古语 比我补天教的还多 月蝉轻叹 不得不佩服 两人都天资过人 因为已经掌握有 寄火之道 以及部分古语 故此交流起来后很顺利 触类旁通 很快就掌握了 期间 他们几次尝试 与那轮清月沟通 很有效果 你为我护法 我要开始了 月蝉说道 下一刻 他宝箱庄严 青丝飘舞 眸子灵动 整个人空明若先 站在这里 仰望天穷 面对那轮清月 一段又一段神秘的祭祀语 从他鲜红的阴唇间透出 传向高空 十号在旁护法 也在低语 用祭祀古音 跟那清月沟通 帮助月蝉与他建立联系 真正沟通起来 这有奇效 那轮清月慢慢下降 柔和而灿烂 如玉石般 出现在不远处 这种语言 本就是仙古时代的祭祀语 原本就是为了 同西式火种交流所用 建立契约关系 现在自然起到了大作用 清月明亮 归美到极致 近距离观看 盈盈灿灿 根本不像是一团蛊火 越来越近 他到了眼前 悬在两人的上方 相距不过数丈远 是 月灰洒落 两人的衣衫 再次成为灰烬 这是因为 火光自身温度胜烈 并非有意针对 两人没敢妄动 畏惧遮体 因为现在很关键 再次送古语 进行祭祀与沟通 随后 清月一点一点临近 越发地柔和了 但即便如此 还是炙烤得的 两路皮肤晶莹发光 出现神闻 自我保护 到了这一刻 两人都尝出了一口气 若无意外 应该会成功 已经算是 与清月艳 构建了一种和谐的关系 一旦放松下来 十号自然双目四骨 开始打亮眼前的美景 清月当空 洒落月华 废墟上 一个身体修长 洁白如玉的女子挺立 发丝根根发光 一尘不染 眸子灿灿 红唇鲜艳 紧向雪白如天鹅 至于一身曲线 更是起伏 激进完美 胸部风挺 小蛮腰盈盈一握 双腿比直而修长 肌体雪白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没有瑕疵 非常的完美 容易令人迷失 月蝉瞪她 这也太似无忌惮了 居然就这样盯着她的躯体 看都没完 让她休闹 但却没有办法 因为收火种到了关键时刻 并且就此时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 这家伙还倒打一耙 非礼物事 不要光顾着看我 收取仙古包火要紧 十号一本正经地说道 谁看你了 月蝉修愤 跟她平日不识人 煎烟火的出世仙子 气运大不相同 如同折落在了红尘间 十号咳了一声 活动了一下修长强健的躯体 自语道 没办法 我风姿绝代 就是补天教的仙子 也难以自持 被深深吸引 此时此刻 月蝉目中有神霞射出 牙根都在痒痒 真想镇压她 狠狠地食堆一顿 来了 十号提醒 清月下坠 临近月蝉银白的肉身 将她映照得一片灿烂 悬在其头顶上方 传达出一种柔和之意 马上就要成功了 月蝉宁神 倾起红唇 认真送祭祀语 与之沟通 建立密切关系 让她无奈的是 现在置之事外 不需要再出手的时候 居然在这里走来走去 将她看了个透彻 令她雪白的机体 顿时泛出红霞 你能不能离我远点 她咬牙道 因为这样心神不宁 怕被打扰而出问题 好 但你要对我负责 非礼物事 而你却已经将我 看了个透彻 十号说道 月蝉鲜红 阴唇微张 被气得险些吐血 被齿暗咬 最终也只能很瞪她一眼 有效果 月蝉她就要成功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 收纳到更为神秘的蛊火吗 十号自语 很期待 当然 现在眼前的美景 同样让她期待 不愿错过 大风推了 向各位兄弟姐妹 求一张月票支持 感谢 十尺 九尺 八尺 清月下降 如同一块 可以映照朱天的神力 熠熠生辉 缓缓接近下方的两人 至此 十号都严肃认真了起来 不再细皮笑脸 严阵一带 就更不要说场中心的月蝉了 初时 还能感觉到一股温暖 到了后来 那是一种灼痛 宛若刀削神皮 俯匹道骨 最后更是让人的血液蒸腾 从毛孔一出 月蝉原本浑身洁白若象牙 但是此刻体表 却出现一层淡淡的血气 弥漫开来 与先天之惊一同燃烧 这很危险 一个弄不好 自身就要化成一团火 烧成灰烬 因为 这是清月燕 古今强者静之 号称真仙陨落后 所留下的绝世古火 连古代的天神都挡不住 被粉死了 也不知道多少 不能硬拼 无法对抗 唯有跟他沟通 构建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 不然的话 必死无疑 月蝉神圣无瑕 双唇红润 绽放符文 他在迎送仙古祭祀语 与那清月燕共鸣 要与他化作一体 不分彼此 可是 他虽然再坚持 没有对决 但是依旧消耗掉 大量先天本源 随着血气 而从毛孔溢出 在虚空中燃烧 因为 清月燕太恐怖了 虽然没有降下天威 但只是这种正常的光 就让人受不了 月蝉洁白的身体上 起初还有一层汗珠 但很快就随着蒸发 化成白雾 跟溢出的精血 一同燃烧 他的情况有点不妙 摇摇欲坠 太过吃力 这样下去会吃不住 十号醋眉 身体发光 喷勃出一股先天之精 化成一片脾链 没入月蝉洁白的肉身中 帮助他补充真缘 月蝉稳住了身形 毛子灵动 他舌栈莲花 符号一个又一个地 从嘴里跳出 同那团火种交流 嗯 要成功了吗 十号露出喜色 见到那清月柔和了不少 而且温度骤降 火种像是能感应到月蝉吃力 清月压落 离月蝉的头顶不足无耻 这个距离太近了 而他并未因此而被赤火伤到 情况反倒好了许多 十号不得不探 人跟人真不能比 他第一次见到的蛊火 就是清月焰 结果差点被一片火光给淹没掉 被他驱逐 现在月蝉居然要成功了 这若是传出去 一定会震动天下 要知道 这种蛊火与针线有关 最是珍贵 天下含有 以他成就神位 可实现最惊人的进化 潜力无穷 四尺 三只 两尺 清月临近 月发的祥和与宁静 一切似乎都已经成定局 将要成功 哄 突然 月蝉身体一震 在清月距离他还有一尺时 火种发生了变故 隐约间有一道虚影浮现 令他再次光芒大盛 不好 十号没有犹豫 浑身发光 催动自身的先天本源 化成万条锐气 没入月蝉的肉身中 竭尽所能相助 而且 他口中也不断送祭祀语 进行沟通 青色月华灿烂 涌出一大片 将月蝉包裹 散发令人心悸的气息 便是十号不在场中 也都觉得很可怕 这种光若是暴动 足以将天神化成结灰 此时 月蝉一动不动 只是口中发音 任青色的月华环绕体外 他表现得很从容与宁静 无喜无忧 十号很紧张 这若是有意外的话 那么就不是收火失败的下场 而是行神俱灭 从此一切成空 他现在不知道如何相助 不敢再轻易出手 怕引发那团月光一变 忽然 十号神色一将 他在青月中看到了一条身影 恶挪挺拔 立身月亮当中 宛若一位真心在生 这是 青月女仙 十号大吃一惊 难以置信 怎么会有这样的烙印 他曾请教过齐道林 询问面对这种西式蛊火时 是否会有妖异的事发生 当时得到答案 并不用担心 与昔日真仙早已无关 可眼下怎么见到了一条身影 这蛊火非同寻常 突然 月蝉发出一声轻哼 忍着极大的痛苦 躯体在颤抖 他支撑不住了 月蝉 十号变色 那笼罩他躯体的青色月灰 接近其体表 触碰到了他 温度高的 足以让神奇胆颤 怎么会如此 他不是收敛炽热 变得柔和了吗 现在怎么又可怕了 十号握紧了拳头 不行了 我可能失败了 月蝉开口 这种最可怕的温度 足以将任何神奇焚成尘埃 更何况是一名尊者 再说这些话时 他的身影已经有一些模糊了 生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这时突然的变故 早先月光灵体 但是并不伤害他 而现在雀若脱僵的野马 冲进其血肉中 将他点燃 不 十号大鹤 口诵祭祀语 与清月沟通 想将他吸引过来 阻止这场恶难 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 月蝉惋惜 无比的遗憾 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洁白的肉身被烧坏了 难以支撑 他现在能说话 完全是凭着一股强大的意志 不然的话 早就倒下去了 我还在 不会让你死 十号以神念沟洞火焰 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方法 他在刺激此火 希望吸引过来 让月蝉摆脱 碰 一道光落下 炽热无比 将十号震飞 并且让他浑身焦黑 有种剧烈的灼痛感 他骇然 只是一道霞光而已 就让他如此 可想而知 场中的月蝉 遭遇了怎样的恶难 即将化成飞灰 你这摇火 哪有什么真仙气韵 跟一个小女子计较算什么 有种冲我来 十号放弃了古迹四语 因为 他知道 这火出了异常 月亮中居然有道鲜影 与其他西式宝火不太一样 吭枪一声 他穿上了 那具破烂的假咒 毕竟传说他 出自无人区 隐约间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来历 在这一刻 十号顾不上那么多了 虽说鼓火不可抗 只能沟通 建立契约关系 但是陷不起作用 他只能动武了 是 他冒着生命危险 直接去抓月蝉 那模糊的身影 想将他拎出来 见到他冒死来就 月蝉在火光中张了张嘴 虚弱无比 道 别送死 你快走 开 十号鹤道 以手臂震火 想要将月光击散 将月蝉拉出来 摆脱死结 月蝉身体模糊 形体受损严重 他目光早已暗淡 但此时见到十号相救 还是有了一些光彩 轻语道 你快走吧 别犯傻 这是真仙的火种 别说尊者 就是来一群最强大的神奇 也只能枉死 根本不是对手 碰 十号不带他多说 他的手臂贯穿光幕 一把将他拽了出来 快速后退 然而 那轮轻月跟随 依旧有青色圣灰洒落 笼罩月蝉 根本不退 要将他的肉身 彻底化个干净 而在这时 十号那条手臂剧痛 他觉得像是被烧断了骨头 最起码血肉干枯了 可若是有人在此 一定会震惊 这是什么破烂甲咒 居然挡住了火威 没有让他真正燃烧起来 真仙以火 不可抗衡 月蝉目中有光 看着十号 想说什么 最终只有这样一句 用力推开了他 此时 他的神魂都被点燃了 就不要说凝脂般的肌肤 与精英的骨头了 生命将走到终点 而这还是清月未曾真正狂暴 只有月光洒落而导致的 不然会直接焚成尘埃 你到底想做什么 毁一个人 还要这样慢慢折磨吗 十号呵斥清月 而后猛力一阵 身上的甲咒脱离 迅速照在月蝉的身上 而后 他施展神通 直接将月蝉送了出去 他自己也快速躲避 甲咒虽然满是大窟窿 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月蝉模糊的身体被笼罩后 暂与清月隔绝 而所有危险 一下子转移到了十号那里 青色神月中 像是发怒了 哄 一道火光洒落 将十号击飞 若是别人 肯定是化成了灰烬 而他则被撞进废墟深处 浑身剧痛 火焰疼疼 十号咬牙 挡住了这一击 妈的 十号诅咒 冒死一搏 想救下月蝉 结果还是失败了 那清月缠上了他 随随随随 这次更彻底 悬在他的头上 两者连在了一起 且 吭枪声不绝 那破烂甲咒被震开 脱离月蝉的模糊躯体 坠落了出来 不能再守护他 十号果断取出丹炉 想要拼命 不然的话 月蝉没有一点机会了 将形神拒灭 你 不要过来 这是月蝉以最后的意志 喊出的喊话 他神色复杂 在远处看着十号 抬起模糊的手臂 轻轻挥了挥 胡说八道 你是我媳妇 自然要救 十号制出丹炉 要释放有仙道气息的雷霆 还有那块黄泥 将动用所有手段 并且 他整个人也冲了过去 想将清月引走 月蝉张嘴 可是却已发不出话语 神念都传不出来了 哄 一道光洒落 神圣无匹 将十号砸飞 然而 出乎意料 他并未被击杀 甚至都不曾被烧伤 这月光很特别 只是为了推开他而已 与此同时 清月璀璨 当中那道女仙烙印 更清晰了一些 仿佛歼似 发出了一声叹息 并且 笼罩月蝉的火光不再躁动 竟在一瞬间 比变得柔和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逆转 月蝉的衰弱气息在变强 模糊的肉身再现 像是凤凰浴火重生般 一股蓬勃的生命气息散发开来 渐渐的 那里一团柔和 露出一具洁白而晶莹的仙蛆 月蝉再现 她重塑机体 再生了出来 这是 十号吃惊 月蝉的眉心在发光 她那疑似仙道神型的印记 在眉心画成一个虚意 若一个女子在起舞 竟与清月中的女子烙印共鸣 月蝉镜里 眉心意一声辉 那里有一个女子起舞 虽然很小 以烙印的形式显化 但却栩栩如生 这很奇特 一个人的眉心居然如此 不管怎样说 她无恙 让十号尝出了一口气 总算度过了一截 月蝉身段高跳 雪白温营 竟然完好如初 连那一头青丝 都更加光亮了 整个人有种蓬勃生机 在其头顶上 那轮清月还在变化 逐渐放大 当中那个仙影越发清晰 像是奥利云端般 仿佛有一位真仙药将士 不 她如泡影般散开 化成烟霞 融入清月中 最后整轮清月 化作一团火光 遮拢月蝉 异常的祥和 无灼热散开 清月厌变了 不曾伤害月蝉 将它包裹 十号惊讶 这真仙以火 竟无比柔和 化成了衣裙 附在月蝉的身上 将它保护在中央 月蝉宁静 目光清澈 闪动会光 完全镇定了下来 口中送祭祀语 与这火焰 构建成神秘的契约关系 至此 功成 在其身上 宛若有青色宝衣在闪烁 鼓火化成长群 漂亮而神圣 且还有一种金属质感 闪动晶莹光泽 让月蝉看起来 有一种别样的风采 还能化作战衣 十号惊讶 总觉得青月宴 有些与众不同 跟月蝉特别的契合 是 下一刻 青色月光一闪 一群消失 月蝉再次露出 象牙般的躯体 而那团火化成烟霞 出现在其眉心 一声清明 它竟与起舞的小人 也就是那枚烙印 合而为一 长柱那里 与传说中的其他古火 比如万念火 大吃天火等 不太一样啊 十号轻雨 这个时候 废墟安静了下来 青月消失 与藏在月蝉霉心内的烙印 融为一体 不召唤时便不显化 月蝉静里 默默体会 认真感应 渐渐地脸上露出笑意 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收获感 它成功了 忽然 它有所觉 获得抬头 见到十号一双眼睛贼亮 正在盯着它雪白的动体看 当即绽放赤肾光芒 正具曲线起伏的玉体 如同一轮太阳般 刺人双眼 那其实是青色的月光在照耀 从其眉心躺出 遮拢全身 与此同时 一件长裙出现 照在它的身上 月蝉于第一时间穿戴完毕 这才脸去眉心的神圣光辉 看够了吗 月蝉的声音很动听 没有什么烟火气 相当的平静与祥和 没 十号很果断地答道 月蝉拢了拢秀发 浅浅一笑 若神月战灰 比以前更出尘与圣洁了 更有一种灵动 道 我说话算话 而你也要道心坚固 十号诧异 而后笑了起来 道 你是在说在那个约定吗 对 月蝉点头 你怎么这么大方语洒脱了 十号惊讶 月蝉轻语 道 历经三千周天才大战后 你若是失败 当静下新来积淀 他日一定会崛起 成就极大 十号一听 脸上的表情当即就跨了 所谓的约定 原来是认为他必败 告诉让他当静心参悟 月蝉 我才救过你 结果就这般小巨网 月蝉摇头 道 我觉得 以你的天资将来 注定会有一世辉煌 不应分心于其他 当重视修行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有各种情绪 依照你所说 重视修行 忽略其他 那就会在路途上 错过很多东西 十号并不认同 月蝉轻语 道 所谓红粉骷髅 便是风姿绝带 也有归于黄土的一天 应有更大的追求 超脱人世间 我一直在超脱 在这条路上坚定前行 与正常人的七情六欲 并不冲突 十号说道 而后胡怡 道 你怎么了 得到这西式蛊火后 怎么有些出事了 想要离尘 而去一半 真正得到真线一火后 我莫名就有了刚才的感觉 忽然觉得 红尘一切都如过眼烟云 终将消散 只有超脱 才是唯一的路 月蝉道 她一头乌发如绸缎子似的 整个人带着淡淡白雾 朦胧而出尘 仿若快 不属于人间了 喂 月蝉 你不要厌世了吧 回头赶紧生个娃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十号与不惊人死不休 缥缈 灵动如月蝉 即便很宁静 有了出世之心 此时也恶然 而后绝美的俏脸上 出现生动的表情 被气了得够呛 总算还有救 十号自语道 红尘有尽头 这千山万水 世间一切 终将幻灭 皆有枯寂的一天 什么都不复存在 个人微妙 诸般欲望 万千念头 皆是浮尘 何必久留与驻足 脚下其实只有一条路 月蝉说到这里 望向天穷 你入魔了 让我将你拉回来 十号义正言辞 牵起月蝉的一只手 坐狮子后 道 还不醒来 青涩盛灰一闪 月蝉正托十号的手 邪腻了他一眼 那意思是 别一本正经的占便宜 我如果在三千周大战中 最终第一 独占熬头 亲自度你回来 让你好好体验红尘美丽 比如相夫轿子等 十号笑道 好啊 你若能天下第一 月蝉微笑 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十号看着他漫不经心 他居然胜出一股斗志 有了一种好胜心 希望在三千周大战中崛起 随后 他询问清月宴的奥妙 收取了这种西式宝火后 究竟有何不同 月蝉坦言 没有藏私 告知他 像是顿悟了般 体悟到一些东西 前方如有一座灯塔在发光 让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路 一般来说 一旦成神 点燃几身 西式宝火就会离去 成神瞬间 任何一位修士都会有极大的感悟 可于刹那间 急目远眺 看清前路 这是修士一生中 非常奇特的一瞬间 而月蝉还没有成神 却有了瞬息的大悟 西式宝火与前能极大的天才 构建出契约关系 为的就是那一瞬间得到回报 前路 感悟 大道 这些是西式宝火造成的吗 在此基础上悟到 踏出自己的路 十号自语 说不清 道不明 古火疑似为真仙遗留下的火 以它重道 当作火种 自然可以占得更高 月蝉说道 为什么要用它们当作火种 就不能自己成就道种吗 这一刻 十号有了这种心思 对所谓的点燃神火动摇 月蝉惊讶 道 西式古火 为真仙死后所留 也可以称之为仙种 以它重道 自然会一路坦途 日后有超脱的希望 与其如此 我倒是希望 以一粒沙 一株草 一棵树 一座山等 有形的物为参照 以整片山河 天地日月星辰为火种 栽种下我的道 是好说道 月蝉露出一色 道 你想怎么做 不用鼓火 直接燃几身 不行吗 十号道 月蝉道 很多人寻不到西式薄火 便以其他神焰点燃几身 更有一大部分人 什么神焰都得不到 那只能自燃几身了 这么说 最普通的人跟我一样 才会如此 十号问道 是 月蝉点头 为何我觉得 这条路没错呢 十号轻雨 而后又道 难道先收取一种鼓火 研究透彻 再那样做 哄 一道天雷坠落 直接披在了 十号的肉身上 让他头顶冒烟 浑身焦黑 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若是一般的尊者 一定已是形神俱灭 而他则头发倒数 张口间喷出电弧 并未陨落 受伤也不是很严重 只是被惊住了而已 莫名抬头 看向天穷 妈的 谁批我 十号怒了 居然敢偷袭他 月蝉也发呆 他刚才看得清楚 这雷电是虚空中诞生的 无人出手 自天而降 十号取出重铜 仔细寻觅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 仙谷年间 研法 论道 若有惊人之语 偶有天雷将士 可儿竟连正常的天结 都没有了 刚才怎么会 月蝉心中自语 他眼中有神霞 看着十号 十号着实郁闷 莫名被雷劈 实在气愤 走了 他低头说道 太糗了 无缘无故 遭天打雷轰 真是好说不好听 月蝉想笑 但忍住了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然也没有忘记 云淡风轻地说一句 做人要本分 老天才会护佑 十号脸红 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了 随后 他们回到了天仙书院所在地 当 一口大钟在轰鸣 响彻天地间 是书院的道中 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敲响 月蝉露出异色 一般情况下来说 非重大事件 始终不会明 与此同时 远方也传来钟鸣声 震动天地 悠悠回响 这是昆州方向传来的 月蝉确信 这个地方位于天仙州 火州 昆州三地交界处 位置特殊 下一刻 又一口大钟轰鸣 古老 沧桑 传得格外幽远 来自火州方向 难道是 月蝉虽然飘渺出尘 但此时美眸中 却光芒大盛 难以平静 怎么了 十号问道 月蝉道 百川惠海 三千州天才大战 我想临近了 也许就要开始了 与传说中一样 天地万中齐名 各大古教 众多道统 接到消息后 会以忠名道 各教相商 万中齐名 盛会即将开始 这一世的辉煌 年轻至尊大战要开启了 百葛征流 万道敬霸 即将到来 草原上 一个老者主着拐杖 牵着一头金狼 悠悠而叹 不会太久远 这一日终于临近了 仙谷造化 一吞到今天 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吧 大河畔 一块长存世间的磐石 抖落身上的灰尘 开口说话 这一天 悠悠终生 划破千山万水 从山林中的部落 到繁华的巨城 从干旱的大沙漠 到汉海之兵 让天下大震 很多人都知道 上届天才大战快开始了 一世辉煌即将到来 这是万教相伤的结果 最鼎盛的大族巨手 共义此事 定了下来 而经各教的大钟响起 等于是在昭告天下 从这一日开始 可以开始期待了 道中悠悠 划破天地 提醒让闭关的天才 告知他们需做准备了 莫要错过这一举事 都在关注的大战与机缘 天仙书院 自然沸腾 许多人都在惊呼 一轮声四起 你回去吧 如果有事 我去找你 十号说到 他没有进书院 不然的话 估计会被人讨伐 月长回眸的刹那 风姿轻逝 他化作轻衣的样子 冲十号挥了挥手 进入书院 两人也算曾共患难 彼此不需要多说什么些 这一日开始 天下年轻至尊 都开始备战 未来注定会很激烈 十号需要尽心去私存 如何在大战中胜出 你回来了 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 一定失败了 山门内 齐道林睁开眼睛 扫了他一眼 成功了 但送人了 十号没有隐瞒 如实说出 齐道林一阵张了张嘴 这个小子究竟在想什么 连清月宴都说 送人就送人 到底是大气魄 还是傻了 你这败家字 为了追一个女人 将绝世鼓火都送人了 你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吗 那是古来最宝贵的火种之一 号称仙种 多少教主追寻 很多事都不可得 齐道林劈头盖脸 大声斥责了一顿 十号反驳 我是谁 还用追女人吗 一旦三千周天才大战开启 你肯定要吃大亏 别说那些风于冰山禁地的 古代第一了 就是当时的年轻奇才 也都会寻到稀释宝火 进去后就会点燃而成神 你如何抗衡 怕什么 都说了 那些史上第一都是我的菜 到时候 女的全部捉来暖床 十号大言不惭 你必须要得到一种蛊火 也就是仙种 不然的话 你没有一点希望 千百名都进入不了 齐道林很严肃 他郑重告诫 唯有拥有无缺的仙种 才能让自身实现最彻底的进化 完美无瑕 未来才会一片坦途 看来我需要去将大吃天火给你夺来 看得出 齐道林对他给予了厚望 不惜要再去扬恶名 十号拒绝 信誓旦旦 不需要如此 他一样可以崛起 他很想说出 九条龙谷与青铜关的事 已经那道神秘火焰 但是怕老头子一激动 立刻去不计后果的开关 他觉得 还是在等一等吧 去修八九天宫 齐道林喝道 恨铁不成钢 不想看到他懒散的样子 让他去背负大山狂奔 道主你倒是教我法爵啊 天天背着山四处跑 被人看到 也太糗了 十号咕弄 十分不满 你没达到要求 肉身 骨温 精神合一 不分彼此事才行 齐道凌晨着脸说道 将十号镇飞 并一把抓起一座大月 压在了他的身上 轰蹦蹦 地动山摇 十号背着大山远去 虽然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但也不能当面顶撞 他还真怕这个臭名昭著的老家伙 一狠心清理门户 三千周 各叫到中大明 从这一日后 所有人天才都行动了起来 准备迎接大战 在这最后时间里 有人静坐 有人祭练宝具 还有人走出来 同人切磋 借此而调整自身的精气神 天仙书院富有圣名 上界尽知 自然同很多大教友来往 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 不断有访客 咦 九头蛇族 阴阳书院 斜月鼓动 圣语族的一群精英来了 有学生惊叹 这些都是大教与巨族 这段日子以来 各教杰出弟子来往 彼此论到 相互切磋 再调整自身状态 而且 由于毗邻火舟 这个出产神料的乱地 各教年轻弟子 常被派来护矿 鱼龙混杂 天才很多 以至到防者不绝 你们不知道 书院中可能还有帝族来访 要关我们的人线一刻 携来了价值等同的古书 进行交换 众人倒吸冷气 欲感到暴风 骤雨将来 天下各教天才行动 风云已起 全都在积极备战 可以预想 不久后的那场盛会 将多么的不凡 大战连天 注定要惊世 对了 那个小破山门的家伙出现了吗 这么多大教精英来访 若是一起去赌他 一定坐得他满地找牙 这个废柴 上次出现一次 立刻就尾掉了 再也没有敢出现 书院的一群师兄 去赌过他好几次了 都扑空了 他早逃走了 不在哪里 他们提到了十号 依旧很不满 身为名门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对那个臭名昭著的道统 很轻蔑 当然 这些人心中还是很忌惮的 因为知道 那里名声虽不好 但是出来的人却很不简单 你们听说了吗 草原上出了的山神 经常狂奔 很多人去围追堵截 都失败了 没有捉住他 嗯 听完了 也许运有山宝啊 我们也去看一看 如何 好 最近几日里 时候苦不堪言 被齐道林逼着扛山 这山体都是贴了封条的 可让重量数倍 甚至十倍的增加 究竟如何重到呢 他一边狂奔 一边私存自己的路 临近神火境 他需踏出关键性的一步 这些天 他都在火舟的大草原上苦修 因为这里很空旷 背着大山奔行 没有障碍物阻挡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可以分心想其他问题 咦 真是运气 你们看 那山神又出现了 地平线上来了一群人 叮嘱奔行的巨山 一个个都露出一色 不太对吧 这该不会是一位 强者的法宝吧 比如说 腹地印 化成山体 在这里乱冲 也有人怀疑 那山体上 古树参天 并且有符纹闪烁 气象不凡 如果真是宝具 也是无主之物 他通灵了 所以四处乱飞 众人议论 快速接近 要看得仔细 因为很多人都心有疑惑 咦 他疯了 去撞山岭了 就在这时 有人惊呼 大草原上也有山 比如前方 便出现了一道山岭 那座大月依旧在狂奔 直冲了过去 事实上是 时候走神了 他在想如何中到 怎样才能在成神时崛起 踏出一条自己的路 结果就是 他背着大山 轰的一声撞在了前方的山岭上 地动山摇 而后他被埋在了下方 呼啦一声 天仙书院的一群人围了上来 都很振奋 盯着烟尘中的大山 看 十号咳嗽 灰头土脸地爬了出来 暗叫晦气 他的出现 让一群人恶然 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不明所以 他是 那个小破山门的人 有人惊叫 认出了他是谁 没错 就是他大言不惭 在我书院门口承接生意 扬言可以有偿吊打高年级师兄 欺负低年级师弟 一些人怪叫 竟然是这个败类 他在驮着山狂奔 脑子有问题吧 一群人醒悟后 全都不解 惊诧中也带着嘲笑 谁是败类 十号原本就很烦闷 被逼扛山 见到这群人后 就更加的脸色发黑了 直接冲了上去 你们的道统臭名昭著 天下共角 数千年不敢出现了 你还敢主动来我天仙书院挑衅 今天收了你 这群人可不是弱者 多位高年级的猛人 不然也不敢来收服山神 此刻见他主动出手 自然全都大怒 可惜 他们真的不了解十号 不明白他的嫡系 不然绝不敢冲过去 要知道 十号连初代都杀过 才一交手 便有人被拍飞 跟指胡的似的 浑身都是裂痕 鲜血淋淋 庆幸的是 十号没有取他性命 这一结果 让众人变色 他们蜂拥而上 宝具闪耀 古文成片 令他们恐惧的是 这个人太可怕了 徒手裂骨气 铿锵刺耳 将一片宝具全部击碎 更是将众人震的口喷鲜血 横飞了出去 你是天人族的 十号看到一个青年 不错 我为皇族后裔 那人站起身来 以为十号忌惮 大声说道 碰 十号二话没说 一脚踹飞 震得他满嘴牙齿 全部落下 最后又补了一脚 踢得他化成一个小黑点 消失在远空 一群人看到发傻 而后一哄而散 这家伙是个魔王 无法立敌 天仙书院 各教精英弟子 齐聚 连凤舞都出关了 在殿堂中谈法 论道 这位就是昆墨兄吗 天人族的六节之一 有人开口 客气地对一个青年抱拳 附近的人都惊讶 连天人族都有人来访 还真是热闹 愧不敢当 昆墨谦虚 事实上他不在六节内了 因为天命时的原因 造就出云熙的 将他挤了出去 听闻不久前 天人族出现变故 各大巨头 旗帜 可有此事 有人问道 是 昆墨点头 但是却不愿多说 因为当日的是错综复杂 难以说清 嗯 传闻名为荒的少年魔王 曾在那里搅起风云 不知是真是假 此语一出 一群人都露出异色 全都望来 颇感兴趣 是 他曾出现 只是见面不如文明 一个萧小之辈而已 算不了什么 若非有人求情 我族英杰 直接就将他击杀了 莫坤说道 不会吧 荒名洞数十周 号称是一位可怕之极的少年英雄 在原天秘境中大战各路高手 威名赫赫 怎会如此不堪 有人质疑 有人故意吹嘘而已 他算什么 若是真正见到 与他交手 你们就知道了 不过是某些大叫推波助澜 故意造出的一个魔心而已 他在我族被教训得老老实实 服服贴贴昆墨冷笑说道 众人惊讶 不太相信 因为听到了一些密文 我听闻天人族 寄予他的宝树 恩将仇报 就在这时 轻衣开口 神色甜淡 目光清澈 谣言 这是在诋毁我族 是非曲直 你们去魔州与天州 打探一番就知 昆墨说道 而后又补充道 我族第一高手优宇 以及后起天骄云西 可能会在近日内 巡视火州骨矿 你们若不信 可以问他们 事实上 天人族很不光彩 昆墨不想 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了 借此推托 好啊 那倒是期待了 轻衣开口 也就是月禅 他意犹所指 谢谢曾经那根烟 凤舞于梦飘红 感谢支持 有雨要来 很多人动容 因为这是天人族 第一年轻天才 是一位真正的初代 天资超绝 而且 要知道 天人族可是曾经的 无上皇族 这样的古老门庭内 诞生的初代 究竟有多么强 无法想象 最为关键的是 他融合了天命时 等于再次超脱 足以僻逆同代人 不错 幽宇师兄应该会来 昆墨说道 脸上露出一缕淡笑 有些矜持 毕竟幽宇知名 动四方 各较天才文言 都要变色 身为皇族后代 融合了天命时 本身又是初代 很多人 推测幽宇未来的成就 多半要超越太古六大天人 有朝一日 这很有可能是主宰 上界臣服的禁忌人物之一 幽宇兄 精彩绝艳 我早有耳闻 若是能一见 真是不胜荣幸 有人恭维 对天人族的天骄很看好 是啊 听闻幽宇兄 已经初步演化出自己的独有宝树 财情精事 到时候一定要请教 有人附和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进行称赞 听闻贵族女天骄 芸汐芸绝世 美貌如花 如今融合天命时 强势崛起 天人族可真是人杰被出啊 另一人这样说道 无论是九头蛇族 还是邪悦鼓动等 也都算是顶级大势力了 但是对于昔日的皇族 还是有种敬畏 诸位 你们应该相信 以幽宇师兄之绝艳 足以镇压那所谓的少年荒吧 昆墨说道 总觉得 刚才被轻衣质疑时 自身应答得不够自信 现在重新点到这个问题 底气十足 有不少人附和 点头称是 幽宇名气极大 让很多人忌惮 但是 也有部分人嘴角 带着意味深长的笑 并不表态 他们可是 听到过密文 那个荒绝不简单 月产浅笑 轻力出尘 道 希望见面更胜闻名 你是何人 昆墨问道 对这个女子很不满 居然屡次质疑她 她是我师妹轻衣 就在这时 凤舞开口 她一身金色衣裙 挑衣中亦有灵性 此外还有一种强势的自信 她一开口 所有人都很重视 因为这是天仙书院第一奇才 被选定为继承人 不仅自身强大的离谱 未来还是书院的掌控者 嗯 凤舞师妹曾经被邀进入原天秘境 想必对那少年魔王荒有所了解 最有发言权 她究竟怎样 强还是不强 有人问道 虽然漫不经心 很是随意 但是明显是在质疑天人族的说法 其他人闻言 也都关注 很想知道究竟 我不曾与她交手 凤舞说道 在这里她很稳重 因为要起到表率作用 当年与十号在童雀谈一战时 她可不是这个样子 昆墨一听 脸上露出笑意 道 都说了 此人浪得虚名 凤舞师妹若是出手 一定可以轻易镇压 凤舞看了她一眼 道 我知道她的战绩 杀名字 斩太阳神藤 更是将紫金真吼族的翘楚 放在顶中炖熟 直接吃掉 这些话语一出 昆墨脸上的笑意直接凝固了 这等于抽了她一个大耳光 要知道 凤舞所提到的三位生灵 可都是初代 结果全部引赫而亡 这样的战绩足可以证明 荒庸有强大无比的战力 很多人都露出异色 看向昆墨 为她感到尴尬 这实在是难堪 凤舞师姐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再说 这些事 外界不是早有传闻吗 月常化身的轻衣 平静地说道 诸位 就到此吧 我要去闭关了 凤舞起身 对轻衣点头一笑 而后就此离去 众人都跟着站起 皆知她是赫赫有名的初代 而今在参舞人献一刻 时间宝贵 想在三千周 天才大绝战中胜出 剩下的各教精英 虽然还没有散 但也都缺少了弹性 忽然 书院有些骚乱 连殿中的众多强者 都感知到了 不禁露出奇色 发生了什么 一个小破山门的弟子 将书院内的一些师兄打伤了 很快 人们大体明白发生了什么 一时间都来了兴趣 向外走去 想详细了解 这是什么人啊 敢挑衅天仙书院 将这里当成了什么 看不起这古老的道筒吗 昆墨说道 他脸上带着淡笑 刚才在殿堂中被质疑 面子颇为挂不住 眼下难得出了这种事 有点嘲讽与幸灾乐祸 很快 他就笑不出了 因为一群人虽负伤 但是都能站着 唯有天仁族的一人 是被抬回来的 骨断金蛇 牙齿落光 什么人干的 他忍不住贺问 天仁族人口 数以亿计 自有弟子投奔其他大教 在外修行 可骨子里是一脉的 更有不少人学成后 会回到族中 有人开口 简单提了几句 而天仁族这名弟子 更是哭丧着脸 告诉昆默 那人见他是天仁族 特意照顾了一番 一个小门派的弟子 也敢如此 挑衅我天仁族 他不想活了吗 昆默阴沉着脸 他们身为上界大族之一 各方一般不敢针对 他刚才在殿语中 就很不痛快 现在居然又遇上了 这样的事 自有一股火气 道 他在哪里 我去那个门派讨个说法 昆默有这种自信 毕竟他名声在外 身为天仁族六节之一 若是到了一个小门派 他相信 便是那些足劳等 比他实力强 也得掂量一番 而后笑脸相迎 毕竟他代表了天仁族 其他各教精英 都露出一色 他们知道 昆默要以施压人 多半会让那个小门派 交出伤人的凶手 师兄 那个人很不简单 天仁族被重伤的修饰 脸色雪白 遍体都是冷汗 想要解释 然而 他直接就昏了过去 没有能够多讲 月蝉面色平静 事实上他刚才 不动声色轻浮 令此人背过气去 谁能告诉我 那个小门派在哪里 我要去登门拜访 昆默冷声道 看向天仙书院 其他富商的弟子 他忌惮凤舞 但是对于这些人 就很自视了 天仁族为最强道统之一 身为该族六节之一 自当辟逆同辈 众多强者 有人想要详细解释 然而暗中却听到了 月蝉传音 顿时闭嘴了 不得不说 月蝉化身的连衣 虽然没有露出 真正无暇滋容 但依旧是角色榜上的丽人 在书院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众人很拥护他 师兄我带你去 那些人不解释小门派的特别 直接拍着胸脯 要带昆沫上路 就是九头蛇族 阴阳书院 圣语族等各大教的精英 也来了兴趣 要去看一看 昆沫如何发威 逼压那个小门派 带路 昆沫说道 声音低沉 有种霸气 富商的人点头 立刻领路 准备带他去远方 那片破落的道场 这自然是月蝉兽意 邪悦鼓动 神崖书院等地的精英天才 着实来了不算少 原本是书院间交流 现在则 全都跟着一同前往 除了天仙书院的人 其他个教尔经 还不知道那破山门怎么回事 人群外 月缠云淡风轻 淡淡一笑 什么也没有说 路上 昆沫目光阴致 他已想好说辞 去了后直接扣大帽子 让该门派骄人 以天仁族的大势压迫 在他看来 天仁族便是大不如从前 退出了皇族之列 但也远不是一般的门派 可以挑衅的 更遑论是一个小门庭 这路都长草了 太荒凉了 一看这个道统就摔落了 底蕴应该不强 阴阳书院 一位精英弟子说道 是 摔落好几千年了 几乎都快断传承了 最近才又出了个极品 天仙书院的一位 受伤的师兄答道 昆末文言 更加生气 此地连一般的小门派 都不如 就这样的破落道统 也敢伤天人祖子弟 实在让他怒火填膺 其他大教的人也都讶异 这一门派 还真是弱得不像话 随后 人们相信 这一教一定 没落得不像样子了 因为这山路崎岖 杂草与荆棘密布 哪里还有门派的样子 分明是野地 快到了 就在前方 天仙书院的人带路 昆末越走越生气 面沉似水 这是什么破地方 被这样的小门派伤了族人 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 终于到了 山门这里 一个破牌楼 勉强还立着半截 至于其他地方 瓦砾遍地 薅草丛生 这还是一个门派吗 分明事处一计 事片废墟 众人看得一阵无语 他们所见 自然是真实的场景 跟十号曾见到的 灰红与壮丽景象 完全不一样 昆末当即怒火窜起 今日之事若传出去 实在是一场笑话 这就是他心事问罪的门派 他很后悔 真不该来 此地也太寒酸了 根本不值得亲自赶来 喝道 可有人在 给我滚出来 其他大叫的人想笑 又不好意思 全都憋着 唯有天仙书院的人很紧张 一点都不敢放松 严振以待 薅草后方 一块大青石上 十号黑着一张脸出现 他很不爽 因为刚才又被齐道林 给数落了一顿 好什么 滚 他没好气地说道 昆末文言 肺都要气炸了 就这破烂地方 随便走出一个青年 居然还跟他这样说话 实在是 适可忍赎不可忍 小子 你知道在跟谁说话吗 去将你的长辈 叫出来 我有话对他讲 昆末寒声道 虽然他很恼怒 但是顾忌到后方 还有个叫人马 他不愿太过 自视十分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俯视十号 这样命令 十号的脸更黑了 被老头子逼着 背负大山狂奔 累了个半死 回来后还不能清静 有人这样跟他说话 怎能容忍 事实上 有一点他还没有注意 这是天人族的强者 因为与人族相近 这次他忽视了 不然的话 他的脸色会更黑 即便如此 十号也逼了过来 还不快去 将你的室门长辈找来 你没听到吗 耳朵聋了吗 我有话跟他说 昆末呵斥 一副圣使驾铃的样子 高高在上 后方 各教天才 都在那里看信 只有天仙书院的人 神色怪异 寒毛搜搜倒树 他们平住了呼吸 非常紧张 可是 他们曾得到轻衣传音 也不好 多说什么与提醒 哄 黑着脸的十号出手了 快到让人震惊 灵魂都发颤 他将昆蓬法语缩地 成寸大神通结合 如浮光板 且 他身上有一股 滔天的血气散发 如一头史前巨兽出闸 勇猛无敌 昆末瞳孔急咒收缩 他是高手 而且非常强大 但是现在却发现 自己大意了 中招了 被人以莫名的场域禁锢 难以动弹 十号动用的是唯一动天 不过却很隐蔽 定住他后 直接又收敛了 你 松手 昆末能动了 但是却挣脱不开 手脚启动 鼓蚊迸发 想震死十号 结果无效 碰 十号像是摔步娃娃般 抓住他的脚踝骨 将他拍在了地上 震得地面崩开 山石飞溅 昆末闷哼 这也太屈辱了 对方可没动用宝树 而只是在用蛮力 直接在摔打他 碰 十号将他荡成的稻草人 一顿乱摔 差点让昆末散架 浑身骨骼断裂多处 而后又拎了起来 几记老拳砸下去 让他满口牙齿落光 眼睛乌黑肿胀 比两股塌陷 惨毫不已 旁边 各教天才全都傻眼 一个个张口结舌 而后使劲地咽唾沫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要知道 这可是天人族的六节之一 可是却被人像是摔娃娃般 揍得不成人形 而动用得仅是蛮力 这实在是吓坏了一大群人 这货到底是谁啊 十号将不成人形的昆末 扔在了地上 问天仙书院的那些人 一群人发呆 这也太生猛了 到现在才询问 昆墨浑身剧痛 羞愤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堂堂天人族俊杰 居然不入一个小门派弟子的法眼 揍完他才随口一问 太羞辱人了 你可知道 我是谁 来自哪一座 他气得声音发颤 忍着剧痛 大声说道 你来自哪一座 十号黑着脸问道 求一张月票 呼唤亲爱的兄弟姐妹支持 求支援 感谢 段墙 被薅草烟上的地基 陈旧的烂瓦快 这一切都诉说着此地的破败 一群人发傻 就是这样一个小破门派 走出一个少年 将天人族六节之一 揍的鬼哭狼嚎 好不凄惨 不 来自 天人族 昆墨用尽力气 带着颤音 吼了出来 他的眼睛带着立光 盯着十号 看他的反应 这样一个大族 兴师动众而来 意义非凡 绝对能吓坏诸多小门庭 因为 他不是代表个人 而是一交 十号睁大了毛子 仔细地盯着他 昆墨原本火气怒烧 但见到十号这个样子 觉得他怕了 心中自傲 天人族的果然依旧有大威士 令天下各方忌惮 你惹大祸了 可后悔已经晚了 昆墨无情地说道 自顾坐了起来 对十号冷笑连连 周围 一群人也是轻叹 这个小道筒 的确够倒霉 惹谁不好 偏偏得罪天人族 导致六节之一 亲自赶来 不过 人们也惊叹 这个小门派当真了不得 出了个非凡人物 居然将昆墨都擒住了 不可思议 唯有天仙书院的一干人 脸上的表情很怪 一个个嘴唇吸动 想说又无法说出口 憋得很难受 他们不相信 这个败脸被震住了 敢去天仙书院承接圣秘 扬言可吊打个年纪的英才 还会怕天人族吗 你是天人族 十号开口 绕着他走了一遭 一脸的古怪 这真是他妈的见鬼了 他还没有打上门去呢 该族居然有人来此嘚瑟 找他麻烦 自然 谁敢冒充我天人族 昆墨说道 底气越来越足 在他看来 十号怕了 再小心求证 他坐在那里疗伤 血气挣腾 眼睛却在盯着十号 带着冷酷与快意 道 由于你的无知 为你的门派惹来了大祸 现在就是请你的师长 出来道歉都晚了 是吗 我该如何做呢 十号问道 昆墨站起身来 不得不说 身为天人族父 有盛名的年轻强者 他底子很厚 遭受重创 还能立身在这里 虽然站着很吃力 与勉强 但他还是背负双手 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俯视着前方的少年 恼吓到 晚了 道兄 罪不及门派 还是不要太严格为好 旁边 有人求情 不出口气 天人族 威严何在 也有人幸灾乐祸 在这里看戏 只有天仙书院的一群人 默不作声 事实上他们 很同情昆墨 因为知道 那少年根本不是那意思 书院的学生相信 昆墨要倒霉了 其实 他很可怜 给你一个机会 好好表现 让我满意为止 说到这里 昆墨看了一眼 十号的双腿 道 你的膝盖很硬啊 这是何意 让少年跪下吗 听到这里后 天仙书院的不少人 捂住了嘴巴 甚至一些人 直接扭头 不忍看了 好 十号点头 懒得看他嘚瑟了 因为在人群中 仔细搜索 发现 这就是天仁族的头领 为最强者 而后 他出脚了 咔嚓一声 脆音传来 鼓掠的声响很刺耳 让人觉得牙尘 忍不住想打哆嗦 啊 昆墨大叫 五官扭曲 冷汗长流 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双腿难以支撑身体 因为 他的膝盖裂开 双腿骨折变形了 扑在了岩石地上 这种痛撕心裂肺 各大叫的精英发呆 这个少年出手了 得惜天人族问罪而至 还敢这般强势 出乎他们的预料 天仙书院的人较为平静 因为他们知道 肯定会如此 这个道统一脉相传 从不吃亏 恶名远播 你 再为自己的师门招货 昆墨大叫 他有点猛了 为何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那少年刚才不是怕了吗 再么会突然变脸 这样抱起发难 我叫昆墨 他心中恐惧 稍微清醒后 赶紧道出 自己身为六节的身份 袭击对方顾忌 或许才有逃过一节的机会 碰 十号一脚横扫 让他的下巴裂开 再也难以开口说话 并且横飞了出去 撞在一块巨石上 口鼻窜血 你很有名吗 十号黑着脸问道 昆墨又惧又恨 充满羞辱感 身为天仁族 最富盛名的种子高手之一 居然被人这般轻蔑 人家根本不曾听闻过 他曾为天仁族 六大年轻高手之一 不过竟被挤出去了 排名第八 自然也有人看昆墨不顺眼 暗中开口 前三我都叫不全名字 才第八 没听说过 十号自语道 这是实话 但是听在众人耳畔 一个个神色古怪 这家伙太猛了 一副根本看不起天仁族的样子 真是一个小道筒的弟子吗 哦 接下来 昆墨发出的叫声 根本不像是人声了 如同一只野兽在嚎叫 凄惨无比 十号对天仁族 没有一点好感 甚至说恨透了 他护送云溪数十万里 贯穿血色大平原 沿途一路血拼 结果对方恩将仇报 囚禁他于黑牢中 要夺他宝树 今日 居然有一个天仁族的 所谓的种子级人物 来他面前装身尘 展示天仁族的强势与底气 这不是找死吗 十号没什么废话 虐了他千百遍 一巴掌下去 别说牙齿 连下巴都快没了 至于骨骼 则早已断的断 裂的裂 不成人形 住手 道友何必这样无情 得饶人处且饶人 有人开口 算是求情 想制止十号 交好天仁族 你误判了行事 十号说道 一挂闪电 直接招呼了过去 琵琶作响 这可是雷帝宝树 当场让那人浇黑 浑身抽搐 倒在了地上 很多人变色 那可是九头蛇一脉的人 最是记仇 这位上来就施辣手 道兄 还是收手吧 不然你这一门派 多半会有大祸 有人委婉阻止 怕来硬的的话 也被放倒 十号冷审 道 我打的就是天人族 别说是他 就是六节全都来了 也照走不误 此语一出 众人吃惊 这已经不能用嚣张 来衡量与形容了 这是下战书吗 要对抗天人族 须知 天人族年轻一代 第一人忧郁就要出现了 此外还有国色天香的芸汐 也将连媚而至 他居然敢如此放话 昆墨彻底傻了 被揍得不成人样 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子 这个人到底是谁 根本无惧天人族 而是在针对啊 你们对我怀有敌意 想为天人族出头 十号神色不善 盯住了那些大教子弟中的一部分人 除却天仙树苑外 其他人很不适应 被一个破落山门的传人这样威胁 实在有点荒谬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很强 接下来 众人心中狂跳 这家伙太霸道了 竟然直接出手了 针对那些刚才对他露出敌意的人 你 那些人又惊又目 虽然彼此交流 露出敌意 但毕竟未出手 对方却主动下手了 既有敌意 我成全你们 十号浑身都是金色漩涡 勾动天地精气 这是昆蓬法中的金悬不文弓 补给身真元 接着 雷暴惊天 金色电弧成百上千道 从那身体散发出 有选择性的将一些人笼罩 十号金何等的强大 连名字都杀了 将紫金真吼的最强后代 都给主叔吃掉了 对付这些人 自然不会吃力 片刻间 各教年轻强者 被垫翻了一大片 跟煮饺子似的 噼里啪啦一大片下锅 同时熟了 昆蓬胆寒 仅有的清醒让他明白 惹了一个魔王 这家伙太恐怖了 根本就不怕各教 强大且肆无忌惮 众人发毛 各教的高手 都被金镇住了 一时间无人赶出头 也没有人说话 场面记紧 咔 最后一道电弧落下 进入昆墨体内 让他神魂抖动 心中嚎叫 万念俱灰 因为 十号将他一身道横 给废掉了 滚吧 十号一脚将他踢飞 落入人群中 并且严肃警告众人 立刻离去 很多人都露出一色 这主太邪了 真的要叫板天人族吗 道兄 你这样做 可能会有或是临门 还是早做打算吧 有人善意提醒 暗中传音 无妨 我就等在这里 看一看天人族有什么高手 六节可以一起来 我等着 十号道 众人先是一正 而后心中大震 这是下战书吗 人们都意识到 将会有大风波 由于雨云溪将至 多半会来此地争锋 事已至此 无人敢出手 各叫弟子面面相去 最后沿着原路下山 不少人心有疑问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道统 破落成这个样子了 为何还有如此可怕的传人 所有人都惊觉 这很不对头 众人 看向天仙书院的学生 带着一色 要问个究竟 山门 清静了下来 十号巷里走去 在一块虎跳石上 看到了打坐的祈祷铃 小声开口 道主 我有些话想的你说 何事 祈祷铃闭谋打坐 我身上有些秘密 十号道 谁没有秘密 算得了什么 祈祷铃很平静 道主 各教都在寻找我 十号坦白 祈祷铃嗡了一声 睁开眼睛 表示知晓 你知道 十号吃惊 不然 我带你回来做甚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至尊道场的寄命弟子 祈祷铃说道 此时他一身金色道袍 先锋道骨 毛子深邃 有种大威严 十号发呆 而后道 既然知道 我是谁 那我没什么顾忌了 道主 我想去平调天人族 在外的道场 比如火舟的神矿 不会惹祸吧 去吧 祈祷铃只有两个字 歪那个歪 2579局逃步 8月9号到16号 每天晚8点到10点 举行有奖问答活动 送实体签名书 哪些问题都是书里的内容 感兴趣的书友可以去 十号眼睛顿时亮了 没有再多说什么 老头子还真是霸气 两个字道尽了一切 正是他所需要的 荒 这个名字不错 去吧 祈祷铃闭上了眼睛 继续打坐 十号原本转身了 当时身体略微一致 稍作停顿才走开 这老头只提了荒 怎么没提他真灵十号 应该也知道 我来自下界了吧 他心中狐疑 但却没有说出来 因为祈祷铃老神在在 每次都直接截断他的话语 没有给他机会说 想必都应该了解 透彻了吧 十号离开 开始着手准备 首先就是霍西 天人族在火舟的神矿详情 必须要弄得清清楚楚 山下 一群人向回走 气氛有点压抑 今日来到一个小门派 所经历的的事 让人难以置信 天仙书院的各位道兄 那人叫什么名字 天人族一人开口 与其不算多么友善 因为觉得 今日被欺骗了 这么一个厉害的人物 天仙书院怎么不提前告知 昆墨面如死灰 被人背着 他握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 眼中充满怨毒 今日太惨了 居然被废 这种惩罚 比杀了他都难受 这是以他为战书 做给天人族看 不知道 他自称大师兄 天仙书院的艺人回应道 大师兄 各教子弟都露出异色 这还真是一个特别的称呼 这家伙口气不小 但是也的确强得离谱 真是一个小道筒的弟子吗 有人开口 而这也是所有人的疑惑 今日的是太邪门了 是 破落了数千年 本已断了传承 最近才死灰复燃 天仙书院有人达到 但多少有点硬着头皮 究竟是什么门派 有人不耐 深入询问 至尊道场 天仙书院一位女弟子小声道 有点耳熟 我怎么觉得听说过 一个小门派 为何会让我有印象 圣羽族的英才自语 邪悦鼓动的人则惊呼 像是有所绝 想起了什么 至尊道场 昆墨咬牙 愤懑无比 而后他醒悟了 因为他记起了 这是一个邪教 这个道统的主人 曾是上界名人 偷师百家 拜入过不同的大门派 学习各族的秘法 臭名昭著 阴阳书院的人也惊诧 显然了解内情 暗探居然是这个道统 实在是出乎意料 这一脚 也好意思再开山门 有人抱着敌意 因为这绝对是上界 最奇葩的道统之一 盗取各族殿与楼阁 千夫所指 各方围剿 时隔多年 这一门派居然在线 称得上死灰复燃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我记得 数千年前该道场 有几名弟子 结果被各教的门徒 打得再也不敢回来 成为笑谈 而今还敢立门户 提起这个门派 许多大教都觉得牙根痒痒 主要是其道林当年太不讲究了 偷学百家 还盗取各族标志性建筑 最为臭名昭著的一脉 又出现了 我觉得 那里肯定会热闹了 不需要做别的 只要将消息散出去 估计很多人都要登门 重演数千年前那一幕 那里的弟子 会被人杀得逃顿 不敢再回去 有人说道 显然 这片大地要热闹了 但是 也有人猝眉 因为知道其道林很难惹 他臭名昭著 当年 曾被各教围剿 结果安然无恙 逃出生天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定更加可怕了 火粥 草垫无垠 一个少年上路 速度极快 正是十号 他曾秘密去了一趟天仙书院 从月蝉那里得到 很多资料 此时在广袤的大地上 风驰电掣 他已了解到很多 仔细观看了火粥地图 辨别各大教的势力范围 一路向着目标前进 哄 前方 一片银焰藤起 笼罩方圆树里的土地 草木无损 但是有生灵 烧成结灰 十号心中凛然 对火粥的恶劣环境 进一步了解 有些地域 常有火光腾起 来得快去得也快 诡异莫名 真是一片歧途 这地下究竟有什么 为何总是有莫名火焰腾起 到了现在 十号还不知 事实上 不要说是他 就是火粥的各大道统 也难以真正洞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天人族所占据的神矿 毗邻天仙洲 并不在火粥深处 故此 十号不需要借助传颂阵 一路飞驰就可以 数个时辰后 他来到了那片区域 这是天人族的神矿区 占地极广 西真材料丰富 是一处非常出名的宝地 在天人族所占据的这片疆域内 最出名的是 两处神矿 采决多年了 但当中的神料始终不绝 据闻 有一座神矿 甚至出土过仙金颗粒 引发大轰动 诸多大叫旗帜 差一点打起来 引发大乱 可惜的是 最终也只发现了 一粒有杂质的仙金 并非真正的仙矿 风波才就此平息 十号来了 远远望着此地 默默打量 他并不是很紧张 因为他知道 这里没有天神 最强者也只是真神 毕竟 天神太过超绝 一般情况下来说 不会坐镇神矿中 都会被家族供起来 全力修行 用以守护一族 事实上 真神就够了 天人族身为上界 极其强大的道统 还真没有多少人 敢虎口夺食 来此夺矿 除非仙金出世 十号无据 今日来他将 昆蓬法与缩地成寸结合 速度越发快了 就是遇到真神也能走脱 他并未急着出手 而是从一地转向另一地 将两座最出名的神矿 都看了个遍 咦 忽然 十号吃了一惊 他吃着重铜 看到了其中一座神矿 有一丝倒气养出 显得很不一般 当他收起重铜时 立刻就不见了 有些不同寻常 十号再次吃重铜 细细打量 那里寂静无声 等了很久后 才再次发现 一丝白雾 自地下 蒸腾上来 很淡也很虚妙 这地下有什么东西 十号疑惑 便是持着重铜 也很难捕捉到那种物 很长时间 才能看到一丝丝一出 他没有出手 再次隐匿下来 认真的观察 发现这座骨矿 看着一般 其实守护严密 光是真神 就有识人 这还是他看见的 这令他惊异 一般情况下来说 真神就是来此 也只是作证 怎会不断巡视 这里恐怕有什么事要发生 他轻语 忧语他们 怎么还没有来 机会难得 错过就可惜了 有人到 十号凭着强大的神诀 听到了 这块地方虽然是草原 也有几座山坐落 骨矿就在一座山脚下 有几尊真神 盘坐在不同山峰上 在轻语与对话 忧语才融合天命时 需要巩固 而且族中的几位天神 经过上次的事件后 闭关了 还没有被唤醒 听他们的意思 会有天神护着忧语等过来 这让两十号的惊异 天人族的奇才 是为骨矿中的东西而来 忧语要来火舟 巡视神矿 以及去天仙书院交流 都是幌子 竟另有目的 这让十号来的兴趣 密切注视 在这里观察 有时片刻间 就出现一条神秘的物丝 有时需要等上一个时辰 那种极其微弱的雾气 令十号心中易动 这石头很不一般 可令你我几乎顿悟 证明价值极大 起初 不曾在意 谁知这么奇异 早知如此 我们上报时应该夸大一些 就足够引发上层震动了 嗯 我已经重新将详情汇报了上去 相信族中一定会震惊 马上有天神降临 透过他们的谈话 十号确信 这地下有瑰宝 可惜 这其实太脆弱 才一触动 就几乎炸开 只能等天神来了做决断 十号亚异 这是他在这里等了几个时辰后 才听到的话语 仅在这一瞬间 十号改变了主意 暂时收起进攻天人族矿区的决定 他准备想办法 进入这座骨矿中 若无意外的话 这里可能有一场造化 会不会是仙种 我可是听闻过 曾有仙的血精 骨块等被封印下来 若是得到 足以借此实现完美 精华 嗯 不错 听闻古代有人 并不是以神焰点燃几身 而是极先血重道 效果奇佳 十号亚异 居然还能听到这样的密闻 他更加期待了 最后 他开始行动了 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因为这里的人 已经重新上报 也许不久后 会有天神降临 十号以缩地成寸大神通 顿入地下 悄无声息 一点一点地接近 最后进入一座骨矿中 他虽然还不能与真神血拼 但是尔金的身法 的确算是一绝 无声无息 就这样潜了进来 来到骨矿较深处 远远的 他见到了一块骑石 能有四丈长 竟有一丝丝仙气般的 雾矮一伞 令人心颤 这块石头上 有很多裂痕 显然正如真神所说 一触碰他 就会军裂 天人族的高手很在意 故此停了下来 没有敢轻举妄动 怕破坏瑰宝 十号目光闪动 他可不会太小心 若有机会 直接扛走 只是 这地下也有真神 就盘坐在骑石不远处 而且还不止一人 认真地守护着 拼了 十号心中自语 意外见到这一造化 他决定冒险行事 当然也不用太过担心 毕竟他身上有破解符 一天一夜的隐忍 最后荡真神交接 进行幻岗时 十号动了 抓住这唯一的机会 化成一道神光 冲了过去 哄 他扛起了这块骑石 顿时间大到气息茫茫 无尽天地母气垂落 降临而下 令他大震 一瞬间 十号就知道了 真要能将这块 骑石内的东西带走 天人族一定疯狂 这绝对是人间瑰宝 咔嚓 这块一时发出脆声 出现一道道裂痕 随着盗气躺出 他也军裂了 缝隙交错 啊 天人族的真神大叫 眼睛立了起来 这是虎口夺食 在天人族的第一神框中 居然出现一个外人 抢夺瑰宝 母戒 有人声音发颤 确信没有看错 身体都发抖了 双目冲雪 疯狂追了上去 咻 一瞬间 就有四人出手 四大真神显化 轰杀十号 绝不能放他离开 小心 不要让骑士受损 一位真神提醒 低沉咆哮 这个惊变 超乎他们所有人的预料 十号很果断 背负其实 阻挡他们的浮光 用以保护自己 既然对方投鼠忌器 那没什么好犹豫的 小聂畜 一位真神怒吼 强行收回祭出的古文 没有感应机 怕损坏那块神秘的一石 咔嚓 事实证明 这块石头真的很脆 就是十号背负着它奔跑 这种震动 就让它多了几道可怕的缝隙 你想毁掉天地其真吗 快放下 不然就是千古罪人 百条命也难以赎罪 一位真神怒斥 握紧了拳头 并且 他张口吐出一片符号 化成金属字 碰撞在一起 如群星闪耀 也有蒸蒸交集的声音 这片有形的符号连在一起 化成一条神链 所向十号 要将它截住 吃的一声 十号化作一道光束 横一束石杖 在巨大的地下矿井中穿行 避过了这一击 它的速度让真神忌惮 怎么会这么快 后方的四大强者 瞳孔收缩 真怕它顿走 这可能真的是母妾 在滋养一件 正在成形神圣之物 不能有失啊 四大真神极了 他们认为 石中有异物 也许是仙的血 或者遗物 为仙种 已经通灵 被封在里面 而今发生了某种变化 哄 四人再次出手 只是不攻击他这个人 而是采取阻断前路的方法 以及干扰他前行的方式 骨温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就在这时 十号以不可思议的身法 躲避了出去 肉身如同在虚空中扭曲了 缩数百丈空间为一寸 穿过古文区 这是将缩地成寸宝树 演化到一定境界的体现 身体跟着模糊 避过诸多攻击 化成一缕青烟 出现在另一地 留下 一人大鹤 猛力一跺脚 这座骨矿发光 一条秩序神链浮现 横结十号的腰身 如同力气般斩来 这太突然了 很明显 这地下骨矿中有布置 蕴含着一些法阵 此时发挥了作用 足以能击杀真神的 十号变色 背后浮现淡淡的羽赤 猛然震动 原本如一道光束冲向前去 但此时却生生变相 违反了常理 这是昆蓬身法 可逆转长空而行 是 那条秩序神链落空 将一片矿洞结断 化成了两部分 并且冲出了地表 在草垫上空炸开 可见这一击多么的可怕 此时 这片区域的天人族高手 都被惊动了 蜂拥而来 特别是真神 一个个全都发光 如同十几轮小太阳般 照耀天地 所有人都心血沸腾 带着怒意 何人敢如此 一个人闯天人族境地 夺取造化 这是从未有过之事 即便是一些大教 也不能这么行事 因为这样 等于在下战书 两教会开战 注定死伤无数 后果非常严重 是 十号奔跑 又一道圣光腾起 是洞中的静止 险些将它笼罩 显而又显地毙了过去 还好 洞中的静止不是很多 因为每天 都有人来采决神料 如果不下 太过可怕的法阵等 交织在一起 自己人都会受损 十号一路狂逃 在此过程中 尖头上的骑石 不时发出猎音 并且溢出的 大道气息更加多了 地下骨矿深处 暗洞无数 有的道路达数百上千里 如同一座迷宫般 十号进入一条岔路 一头就扎了进去 这都是千百年来 开凿出的新洞 在更为古老的年代 还有诸多猪网般的老洞 无穷无尽 密布在远处 这自然为十号的逃跑 提供了不少便利 而共有十一尊真神 依旧在追赶 在各座洞穴中穿行 围追堵截 咔嚓 突然一声大响传来 十号背负的骑士断裂了一劫 他原本四丈长 现在直接脱落一丈 砸在地上 不会毁了吧 十号一惊 这东西太脆了 就这样扛着奔行而已 居然就会被震裂 你敢如此 杀你千百次都难以赎罪 后方的真神几眼 这种情况太糟糕了 他们认为 除了可能运有仙种外 还有可能是一件神圣宝物 属于超出了想象的天才地宝 正在成形中 若是因此而毁 太可惜了 不然的话 这可能会成为天人族的底蕴 用以震教 天地有其真 在最初阶段 被郁郁时会有母气相伴 滋养其灵性等 当它完全成形时 才会消失 但凡这样的东西 绝对是无上其物 价值不可估量 一旦出事 会让人疯狂 十号回头瞥了一眼 发现坠落下去的那一丈石块 并不是主体 盗气很快消失 而他扛着的巨石 散发出的雾气更浓了 他并不想收起肩上的石料 因为他想用此时当盾牌 阻挡后方真神的攻击 令他们不敢全力出手 不太对 凭我的速度 早该冲出骨框了 怎么还在打转 于个大石洞中转呀 十号发现了异常 这里太奇异了 如同迷宫一般 他觉得可能迷失了方向 有法阵在误导他 非常不妙 哄 十号横冲直撞 不再走地宫的路 而是破开石壁 扎进了岩石中 认准一个方向 自己开凿道路前行 哄 突然 一股巨力出现 非常的突然 是从地底传上来的 要透过十号的双脚 将它震成肉将 一位真神毫无保留的出手 十号想用其实阻挡都不能 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文赤圣 在这片区域绽放 与此同时 岩壁炸开 出现一个巨大开阔的场地 数位真神出现 堵在这里 死了吗 一人开口 很快 众人惊异 发现场中心发光 柔和而圣洁 挡住了刚才的灿烈古文 让中心地不受影响 守护神符 这是什么级别的 几大真神星惊 在场中 十号扛着巨石 毫发无损 其体外出现一层光幕 将它笼罩在里面 正是从藏有三世铜关的 那片废墟中 带出几枚古符之一 这是十号感冒险一搏的原因 此幅连青铜宝和内运的小世界炸开 都可以抵住 无穷虚空大裂缝 都不能让它破灭 绝对能阻挡真神的攻击 唯一让它担心的是 此幅因此而耗掉 那就太可惜了 无损 十号惊喜 真神的一击都没有能让古符增添裂痕 它居然无恙 这是一个可以多次使用的符传 秀 带光幕退散前 十号身体扭曲 以不可思议的身法逃向远方 几位真神阴沉着脸 急速追杀 此人身上有宝符 出乎他们的预料 这种东西在手 怎会是一般的大教子弟 来历定然很不寻常 咔嚓 翠响传来 这次更彻底 这块其实直接断落下两丈 让十号都一阵心惊肉跳 快速抛下手中的那块 捡起地上的石料 因为那里是散发到气的根源 后方 天人族的真神眼前发黑 惊怒交加 这若是被毁坏 他们将担负巨大的责任 气息更浓郁了 果然是不可想象的奇物 多半真的蕴含有仙种 能让人实现最惊人的进化 一位真神星颤 热血沸腾了起来 若是被天人族所得 也许能培养出一位超绝人物 地面破碎 十号冲了出来 脱离骨矿 而十一名真神也出现 疯狂堵截 有点不计后果了 发动猛攻 好厉害 十号惊悚 只差一点 他就被几道规则扫中 显然天人族的真神发狂了 哪怕让石料破损 也要留下 碰 在他突围时 守护神符再次亮起 又一次帮他挡住了一击 他就此没入大草殿中 急速逃遁 你走不了 有人大吼 寄出一件赤红的镰刀 带着火光 割裂大地 急速展落过来 天神法器 十号心头巨跳 亡命而顿 但是 那件法器很可怕 一路跟着 在真神的催动下 赤红光芒越来越盛了 如同死神的兵器 坠落而下 隔着很远 十号就已经觉得 脖子上寒毛倒树 根根立起 生出一层小疙瘩 显然法器是冲着景象来的 要割下其头颅 可怜我的守护神符 十号皱眉 怕在这一击中 身上的宝符被毁掉 然而 惊变发生 他背负的骑士摇洞 冲起一道又一道窝矮 如同成百上千条瀑布般 笼罩其身 十号吃惊 他觉得自己身上一下子重了 像是背负着很多座大山 压得他肩头都痛了 若非他肉身远胜其他尊者 绝对被压垮了 躯体肯定要化作肉泥 这是不可承受之重 而且太突兀了 停 后方 有真神大叫 一起收纳赤红色镰刀 怕误会其时 因为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 十号被压的速度变慢 几乎要陷入大地中 那石块发生了一变 天人族的真神俯冲而下 一起扑杀了过去 十号咬牙 心中诅咒 怎么这个时候发生了异常 看来只能靠手中的骨服了 只是不知道 还能不能带走这块石料 众人降落 气息磅礴 几只大手一起探向其实 还有几人去禁锢十号 哄 突然 十号身上的骑士撕裂 爆发出异常可怕的光束与盗气 令所有人神色惨变 十号更是大叫了一声 手中的守护神符 瞬息暴涨 发出光芒 将它笼罩 同一时间 天人族的真神飞快倒退 感觉很不妙 这虚空都被阵裂了 蔓延向他们 咔嚓 十号的守护神符 多了一道裂痕 非常醒目 居然在这种暴动中有损 这让它心惊肉跳 要知道 当日小世界炸开 都不曾让此符毁掉 这是天地反噬 果然孕育着无上宝物 天人族的真神大叫 既是惊喜 又是恐惧 因为虚空大裂缝蔓延了过来 有些人遭疮 身体裂开 还有人大口咳血 险些陨落 其实彻底裂开了 坠落出衣物 包裹着浓重的母气 一会儿大入墨盘 一会儿小到寸许 异常诡异 天啊 不会是毁了吧 遭受重创的真神发狂 这等东西 若是还没有孕育好 提前出来 太遗憾了 十号出手 因为它近在咫尺 有守护神符护体 并未远退出去 见到此物 不再爆发可怕波动 抓起来就逃 追 真神们阴沉着脸 在后追杀 最后 十号消失了 它将在浮风城兑换的一件 破空符用出 再加上缩地成寸 昆蓬法 逃离此地 至于破戒符 它虽然从遗迹中得到两枚 但不想用在真神身上